第181集 陆记 世人丧葬都很讲究风水 陆氏也不例外 陆氏的祖坟先至极佳 衣衫傍水 风景极好 上完坟后 照例要踏青游玩 女眷们纷纷去寻野菜花 互相替彼此粘在发肌上 又去摘芥花 预备放在兆头或者是灯芹上 以燕虫矣 荔枝和豆儿都是爱玩的年纪 得了林锦荣的允许 便笑嘻嘻地跟着丫头们 一道去采摘野花 林锦荣是心腹 再没有当初在家时的轻松惬意 只能跟定了林玉珍 立在一旁安安静静地看热闹 只恐行指不当被人笑话挑剔 陆云与祖里的几个姐妹 摘了野菜花回来 趁戏拉了她往一旁去 亲手将几朵菜花 亲热地给她沾上 来 嫂嫂沾上这枝花 一年到头眼睛都亮 阴见陆坚缓步朝她二人走过来 便与陆坚打招呼 哥哥 你看我嫂嫂可美 陆坚看着林锦荣笑而不答 陆云不依不饶笑得娇俏可爱 哥哥 你说嘛 到底怎样 陆坚只是敏唇淡笑 陆云正代要再逗逗她 互见陆坚陆伦兄弟俩 扯着一个人过来 笑道 二哥 你还记得他吗 这人不过十八九岁 中等身材 着一件竹叶青的细麻金衫 青色结带金 青布鞋 长脸高鼻 肤色微黑 脸上堆满了清空的笑容 对着陆坚深深一一 二哥 想必你是记不得小弟我了 林锦荣见了这人 顿时说不出的滋味 这正是当初在江神庙时告诉他 陆坚已然丢下他 带着图示等人从另一条路走了的陆迹 陆坚并不认得陆细 匆忙还礼道 啊 对不住 我经常不在家中 和族兄弟们都有疏远怠慢 得罪了 陆细并不生气 笑道 小弟是陆细 二哥刚回来那一年 回向细祖时曾经见过的 陆坚忙道 多有怠慢 还望贤弟莫和我计较 陆京拍着陆细的肩头笑道 你莫怪二哥记不得你 他常年在外读书 眼里心里都只有书 陆细爽朗地笑道 哈哈 怎会 只是二哥以后定要记得小弟了 否则若在街上相遇 小弟欢欢喜喜地跑去和你打招呼 你却问小弟是谁 小弟可怎么办才好 这话说得大大方方 又带了几分风趣 引得众人齐齐笑起来 对他的好感都加了几分 陆细却又看向林锦荣和陆云 恭恭敬敬地行礼 带了几分殷勤 不知是姐姐还是妹妹 陆伦文言不客气地拍了他一巴掌 还姐姐呢 谁不知道我家就只有一个妹妹 这是二嫂 这是阿云 林锦荣和陆云忙上前见礼 陆细的目光从林锦荣身上飞快扫过 脸了神色认真倒 早就听说二嫂才冒双全 今日有幸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陆伦不客气地道 那是自然 陆坚带了些微得意 轻轻一笑 回头低声吩咐林锦荣 你和阿云先过去 找母亲他们吧 林锦荣行了十多步 忍不住回头去看陆细 陆细已经和陆伦等人 打成了一片 言笑艳艳 大打方方 表情轻松又自在 便问陆云 怎的这位族兄 和陆经他们这般熟识 你哥哥却不认识他 陆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淡淡地道 这人家境贫寒 并不住在赤水 而是住在平州城里 得了祖父的资助 才得以上学 听说很会看脸色 巧言如黄 最得大哥的喜欢 哥哥又不和他们一处 专心读的书 不认识他才是正理 你看他又不是不认得我 偏偏要假装不认识 故意逗人发笑 言语里充满了 对陆记的不屑 这日 众人一直玩到半晚时分 方才归家 吃过晚饭 送室请寻陆老太太 今日客多 把背下的菜肴 吃用得差不多了 也不知公爹打算 在此居留多久 媳妇好派人去采买 陆老太太道 这地方我住着不是那么方便 冷静静的 记得老毛病又犯了 我和老太爷说过了 明日休整一日 后日吃了午饭归家 你们可去叫人收拾行李 众人都十分欢喜 竟是没人喜欢在这里久留 陆老太太却看了林锦荣一眼 慢条丝里的道 阿荣 你们的行李就不必收拾了 二郎如今成了亲 再不能和从前那般 连族里的人都认不清 老太爷吩咐了 让他在这里待到初十再回去 省得将来族人上门 谁是谁都分不清 那就闹大笑话了 阿荣你一定要照顾好 他的起居 一言激起千层浪 宋氏和吕氏飞速地对视了一眼 神色复杂地垂下头去 李雨珍先前还高兴 转瞬不知想到了什么 脸色就有些难看 板着眼一言不发 图氏却是先前不太高兴 过后不知想到了什么 便喜笑颜开 陆云看看老太太 又看看林锦荣 微微促起了眉头 林锦荣只是垂了眼 低声道 是 请祖母放心 陆老太太将手轻轻一扬 都散了吧 我累了 要歇了 众人依次退出去 宋氏笑嘻嘻地道 阿荣 离这里不远 有个湖 如今正是最好玩的时候 难得有机会 你可以让二郎领了你去划船 非常不错 林锦荣笑道 多谢二婶娘提醒 话音未落 就听林玉珍板着脸道 阿荣你跟我来 宋氏的笑容越发灿烂 大嫂真是慈爱 不过分别这短短几日 都要叫了二侄媳妇 去仔细叮嘱 你放心了 阿荣贤惠能干 一定会把二郎 照顾得好好的 你说得对极了 我就是担心他们俩 在这里吃不好住不好 林玉珍扔了这句话 转身就走 才刚进门就立声道 方嬷嬷 把门关上 方嬷嬷战兢兢地 看了陆云一眼 陆云垂着眼 一言不发 方嬷嬷无奈 只好亲自去把院门插上了 也不敢进去 就站在门口守着 林玉珍往榻上坐了 并不接方玲 递过来的茶 冷冷地看着林锦荣道 阿荣 你有没有什么 想和我说的 母亲有什么 想叮嘱儿媳的 儿媳听着 林锦荣自然知晓 李宇珍为何不满意 李宇珍恨不得 随时把他和陆坚 死死地攥在手里 凡是事前没有说过 没有经过允许的 或者出乎预料之外的 突发事件 李宇珍首先就会认为 是他和陆坚 处心积虑谋算来的结果 前世如此 今生毅然 就比如刚才这事 陆家梁老 摆明了是想让陆坚 轻松一点 不受两个娘的夹心气 回去以后就安安心心地 去朱先生那里读书 陆老太太找的借口 也十分妥当 陆坚的确是认不得 很多族人 对于一个 要传承家业的男子来说 这是十分不妥当的 但李宇珍偏偏就能从中 看出许多小心思 和阴谋诡计来 显而易见的 就是怀疑他和陆坚 想单独留在这里玩 这样重的疑心病和操控欲 对此林锦荣还真没什么好说的 只能是洗耳恭听 李宇珍有什么教诲 今日这事是谁的主意 李宇珍盯了林锦荣半赏 见他平平静静地站着 丝毫没有心虚 或者是后悔的表情 由不得的就来气 林锦荣叹了口气 姑母 您觉得会是谁的主意 我和二爷 谁能对着祖父母开这个口 我们都不是贪玩 不知轻重的人 陆云在一旁观察 林锦荣许久 事实插话 嫂嫂 你误会母亲了 母亲不是生气 你和哥哥留在这里住 而是觉得难过 毕竟我们才是最亲的人 如果你想和哥哥 单独留在这里住些日子 和母亲说了 母亲断然不会不许 可如今却是祖母说出来 母亲什么都不知道 你也看到了 二婶娘那样子 不气才怪 林玉珍不会不懂得 陆云递给她的梯子 阴沉着脸部说话 林锦荣看向陆云 爱云 你二哥今日认不出族人 你也是看到的 正因为我们是最亲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们彼此间 更应该多一份信任 你觉得我会刻意 让姑母不高兴 故意和姑母作对吗 对我有什么好处 陆云忙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有些事情 我们应该多商量一下 三个人拿主意 总比一个人的好 林锦荣听到这里 突然有些明白了 便似笑非笑地 看着陆云 踏然道 爱云你说得对 但这件事 我和你哥哥 还真做不得住 长辈怎么安排 我就怎么做 有本事 就去和老太爷推上 眼看着转弯抹角 是达不到目的了 陆云抿了抿唇 索性直接道 嫂嫂 我今天听人说 你回去以后 就要和二婶娘 移到管家了 这才是重点 林锦荣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 上次去给祖父送梅花 祖父只说二婶娘太累了 让我不能偷懒 其他还真没听说 我也不敢轻狂 到处乱说 陆云露出一个笑容来 和我们说说 又怎么是轻狂呢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我们还懂得 祖父一向言出必行 必是动了意的 那么嫂嫂 你有什么打算呢 林锦荣斟着道 我没管过家 自然是要多听听 二婶娘的意思 就算不立功 也不能有错 林锦荣道 她会让你立功 她只会让你有错 第182集 春雨 林锦荣话音未落 陆云就紧接着跟上 充满了担忧和善意的道 四姐啊 我不想说谁的不是 但事实果然如此 想必你这些日子也看到了 是有人巴不得我们不好的 祖父看中你 这是一个很好很难得的机会 你刚进门又没管过家 这中间有很多事 很多人你都不知道 如果有人不怀好意 你以后再想翻身就难了 不叫嫂嫂 而是称姐姐 显得更是亲密无间 林锦荣少不得 带了几分担忧道 那可怎么办才好 当年她也曾帮着 宋氏李过家的 的确是做得不太好 林玉珍和陆云 也一直在背后 指挥她做事情 当然 他们让她做的事 都是从他们的利点出发 她的利益是其次 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滋味 虽然会质疑 会生气 但她对怎么做好一件事 并没有十足的信心 久而久之 就成了一种惯性的懦弱和隐退 然而到了现在 即便是对很多事 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也有了信心 林锦荣也仍然不能就此 拒绝陆云的建议 她需要盟友 哪怕这个盟友 会趁着她不注意 猛然咬她一口 哪怕这个盟友 不是真心诚意 而是另有目的 哪怕这个盟友 并不把她当作盟友 而是当作工具 她也需要 取其所需 互相利用 林玉珍见她 终于露出惬意了 心里好歹舒服了些 淡淡地道 你怕什么 还有我们在 你虽不把我当姑母看 我还要把你当侄女看 林锦荣捶了眼眸 一言不发 陆云芒笑道 嫂嫂你放心 事关我们大家 我们怎么也不会 看着旁人欺负你的 家里的人事 我们比你熟 你只管拿来说 我和我娘自然会替你安排 必然不叫人家 小瞧了你去 林锦荣便迎迎一礼 多谢姑母和阿云 陆云笑吟吟的道 客气什么 你是我亲表姐 又是我嫂嫂啊 你好 我才能好 林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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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锦荣摸摸她的头发 嫂嫂嫂 嫂嫂是有很多 做得不当的地方 她母亲也要 自个儿想得开才是 这是不论是不是 她在背后穿着的 旧根到底 也是祖父母心腾哥哥 气中哥哥 二婶娘摆明了 是眼红挑拨 您心里 再不高兴也要忍着 否则又给人 落下话柄了 说您不满 一组父母的安排 多说上几次 只怕祖父 也要不高兴 失了老太爷的欢心 那可不是 一般的事故 林锦荣叹道 唉 我知道 所以我当时 才什么都没说 而是回来 关起门来再说 她才进门 我就已经压不住了 日后怎么办 我总不能看 她的脸色过日子 故而无论如何 总要压她一压的 你看看她那样子 口里答应得爽快 但管家这事 必然也是要随心所欲 不把我放在眼里的 陆云思索良久 认真的 娘 她现在正是水长船高 春风得意的时候 祖父器重她 祖母喜欢她 哥哥也说她好 但是不要紧 人有失足 马有尸体 她若是不信我们的话 非要一意孤行 总有她倒霉的时候 你和我看着 到时候再出手拉她一把 慢慢的她就知道厉害了 日子长着呢 林玉珍叹叹了口气 你为何不是个男子 你若是 我就不会这么难了 陆云眼里的亮光 暗淡下来 垂下头沉默着 一下一下地 垂着林玉珍的腿 方默默忙笑道 好太太 姑娘虽不是男子 但可比许多男子 孝顺体贴多了 这样的才貌 将来说门好亲 寻常男子 哪里急得半分 林玉珍这才反应过来 笑道 说起来 今日你叔祖母和我说 他家有门亲戚 是在京中做官的 李不原外郎 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 长得一表人才 读书也很好 和你哥哥一般 后年下场 现在还不曾说亲 我已经请托他写信 去问问了 陆云长红了脸 打断他的话 娘 人家在京中 什么闺女不见 非得跑这么远 林玉珍不悦地道 说什么呢 你父亲也是知州 我们两家门当互对 你才貌出众 哪里又比谁差 陆云起身道 我舍不得离您那么远 林玉珍沉默片刻 怜惜地道 阿云 忘了吧 不值得 这几年里 也看了不少人家 总是高不成 低不就 他的心绪 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最先开始 认定了 非要给陆云 寻个更好的 压过吴家去 再到现在 竟是有些心虚 和担忧了 陆云实在不小了 林五转眼 就要出嫁 双胞胎也是各自定了亲 也快要出嫁 只剩下陆云 越流到后头 就越艰难 陆云勃然变色 起身快步往外 门在他身后 发出凄惨的 一声声吟 险些砸在了 埋着头追上去的简儿 林云真喊不住他 只好叹口气 闷闷地收拾睡觉 一缕刺眼的光亮 撕破天际 沉闷的雷声 游远极近 滚滚而来 一阵凉风吹过 空气里多了一股 沉甸甸的 饱含湿气的味道 林锦荣匆忙 放下手里的书 起身去把窗子关上 低声道 今晚怕是要下雨 陆坚将手里的书 翻过一页 漫不经心地 嗡了一声 林锦荣走过去 替他把茶盏里的 茶汤注满 调亮了灯 重新拿回 自己先前看的书 安安静静地 继续看书 陆坚抬起头来 看过去 灯光在林锦荣的脸上 投下一层淡淡的光影 显得她的脸颊 格外的柔润 下巴上还带了点点 婴儿肥 睫毛又长又翘 嘴唇微微嘟着 红润而可爱 她特别喜欢 这个时候的林锦荣 安宁 柔美 全身散发着 这个年龄的女子 所没有的宁静显然 她发现她在看她 不自在地 微微侧了脸 笑道 你要什么 陆坚便朝她身后的书柜 指了指 蝴蝶庄的那本 林锦荣便起了身 小心抽出一本 春秋经传 集结 递过去 是这个吗 陆坚摩缩着书页 忍不住 微微一笑 她并未说书名 书柜里的蝴蝶庄的书 也有好几本 她却准确无误地 找出了她要的 她看向林锦荣 林锦荣却已经 跑到窗边去了 与此同时 雨声刷刷地响起来 房里一片静谜 仿佛天地之间 只剩下他们两个 路间有一瞬间的恍惚 想了想 放下书 走到林锦荣身后 替她把窗子 开得更大了一些 低声道 阿荣 你想不想 雨粥泛粥 林锦荣道 母亲说 不许我引着你 去游山玩水 读书与族人交往 才是最紧要的 路间只当没听见 你试过没有 清晨的时候 湖面上的雨雾 还未散开 烟柳如云 泛舟湖上 好似水墨山水 心情会很好 我在江南的时候 每次都会很欢喜 等他们一走 我就去安排船 还可以试试钓鱼 林锦荣扯了扯唇角 说不定这雨 就是这一头呢 路间轻轻拥住她 停了也不怕 半晚时分 在夕阳下泛舟吹笛 也是极不错的 沿着湖一直往前走 行半日船 有个很深的洞 扔石头下去 从来听不到声响 刮风的时候 可以听见里面 野兽丝鸣 特别吓人 我领你去看 你可爬得上去 大红灯笼 轻巧调皮地 随风旋转着 被灯光衬着的雨丝 蒙上一层 晶莹剔透的红 路间的声音 又温柔又清亮 身上散发着 淡淡的墨香味 林锦荣有些恍然地道 我自然是爬得上去的 可是你怎么知道 路间轻笑起来 我小时候也和陆伦一样 大哥 我 陆京 陆伦 我们四个曾经偷偷跑出去玩过 没和家里人说 回来跪了一天的祠堂 挨了祖父的打 我娘哭的 说到这里 她骤然停住了 有些惆怅的道 三婶娘哭得 晕死过去 伺候的小丝被打个半死 从那以后 我再也不敢乱跑了 既然还能到处乱跑 就应该是她很小的时候 没有被过忌之前的事情了 林锦荣沉默片刻 低声道 你真的不敢乱跑了吗 我这个不怎么出门的人 都好几次遇到你在外面乱跑 长寿跟着你 只怕也没少挨骂吧 陆坚把脸埋在她的肩窝处 低声笑起来 我不是乱跑 我去哪里 家里人都是知道的 长寿嘛 她是祖父给我的 母亲多少得留点余地 并不会太过为难她 安容 她把她转过来 面对着她 眼睛亮亮的 我不在家 别和人吵架 家里的事情 可以多问问祖母 她是最公允的 林锦荣点了点头 第183集 杏花 清晨的赤水湖 烟波飘渺 朝阳照在旗上 四处碎金跳动 岸边的杨柳 还为全树展开叶芽 嫩绿地招人疼爱 一艘乌棚小船 慢悠悠地离开小小的码头 朝着湖心时去 渔公是个健壮的中年汉子 一边撑船 一边问路见 路尔少爷 今日是要顺着河道往下游吗 路尖笑道 是 出了湖就顺着河道往下 我们想去看看那个大洞 又回头同林锦荣道 阿荣 举了面目吧 这湖上也没什么人 不碍事 渔婆坐在一旁捡济彩 笑道 如今正是浓忙之时 又是大清早的 这湖上没什么闲人 奶奶竟可以舒坦一些的 若是看见有人来了 在壁套棚子里头去 也不迟 林锦荣便把面目取下来 递给身后的荔枝 荔枝忙把手里 吻着的石盒等物 尽数交给长寿 自己去收拾东西 才刚站起就晃了一晃 差点没摔一跤 长寿眼疾手快扶住了 都能道 顾奶奶 您是没坐过船吧 荔枝长红了脸 羞窘万分 呼听林锦荣道 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坐船 怎样长寿 你跟着二爷大江南北的去 坐了不少船吧 长寿眉飞色舞的道 那可不是 我们当年顺着珠江往南边去 就整整坐了三点两夜的船 说到这里 忍不住叹了口气 哎呀 那可不比坐这小船 二爷晕船 真受罪哟 后来坐船多了 才渐渐习惯了 陆间扫了他一眼 淡淡的道 坐过船有什么了不起 也值得你这样显摆 长寿这才明白过来 哦 姐姐 得罪了 荔枝大大方方的还了他一礼 摸索着往后头坐了 以便林锦荣和陆间好说话 长寿也赶紧跟着往后挪 低声道 跟着奶奶就是降福哦 就这么一句话 奶奶也护着你 二爷就只会拐恕我 从前对着苗鸭是这样 对你也这样 荔枝白了他一眼 低声道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二爷最是公道不过 长寿笑了笑 小声道 我是盼着他们一直这样好的 那我们也有好日子过 日日沾光 游山玩水 吃点好吃的 还不会爱骂 多好呀 荔枝梅之声 他自然也是盼着他们好的 但他总觉着 林锦荣有点不对劲 具体的他也说不出来 也许是刚嫁了人 还不习惯吧 希望能慢慢好起来 船头上 路肩借着袖子遮掩 悄悄地把林锦荣的手握住了 指点给他看 你看 吃水壶其实不大 主要就是水清 你瞧 底下的水草和鱼儿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不深 林锦荣一笑 看着不远处的一株杏花倒 那花开得不错 那杏花开得粉白绚烂 在波光尘雾里 犹如当胡照影的仙女儿似的 路肩笑道 我们让他们把船划过去 给你摘两朵 插病如何 林锦荣忙道 不必了 不是去你说的那个落水洞 还有半日的路程吗 来回差不多天都黑劲了 就不要耽搁了 路肩笑道 你不必管 果然命鱼公往那边驶 鱼公笑吟吟地一言而行 林锦荣见劝不动 索性随他去 安安心心地看景 船并行不到那杏花树下 水太浅船过不去 只能到这里了 渔夫挺稳了船 正带要脱鞋下船 路肩就到 我来我来 于是脱了鞋袜并外袍 高高挽起裤脚 林锦荣忙道 别啊 长寿也道 二爷啊 要做什么 让小的去就是了 路肩光着脚下了水 都别管 难不成我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鱼公鱼婆都笑起来 奶奶好福气 林锦荣沉默地看着路肩的背影 水不算浅 来回拍打着 很快就将她的裤脚给浸湿了 她却一直回头朝她笑 荔枝有些担忧 奶奶 这水可还凉 若是二爷病了可怎么好 林锦荣大声道 二爷啊 我不带花了 长在树上更好看 你快回来吧 路肩只是不理 行至那杏花树下后 并不先摘花 而是弯下腰 在水里摸索了一阵 提出一只鱼篓来 然后回头朝林锦荣一笑 方又挑选再三 折了一只杏花回来 到了船边 并不先上船 而是先把杏花递给林锦荣 用双手举着那鱼篓给她看 你看 鱼篓里青灰色的小虾在乱爬 银白色的鲫鱼在跳动 剑起细碎的带着微星味的水星子 路肩和长寿嘖嘖撑起 林锦荣僵着嗓子道 你快上来吧 小心着凉 路肩这才就着长寿的手上了船 脸上浸了一层淡淡的潮红 眼睛黑的发亮 阿蓉 好不好玩 这湖里的特产是鲫鱼和小虾 此时正是鲫鱼最好吃的时候 你尝尝是你家的油书桃花鱼好吃 还是我家的鲫鱼芥菜汤好吃 林锦荣干巴巴的一笑 真好玩 垂着眼滴了帕子过去 给她擦腿脚上的水 用命荔枝将备用的衣物取出来 小声道 快去里面换了吧 当心受粮 我让他们生下火 你考考 长寿去伺候二爷换衣 路肩转身进了船棚 你来帮我 鱼婆早就体贴地 把两边的帘子放了下来 船棚里的光线极暗 林锦荣捶着头 帮路肩把衣服离整齐了 低声道 你这又是何必 生病怎么办 祖父母会担心生气的 路肩拉住她的手 低声道 你不担心吗 林锦荣抬起头来看着她 昏暗中 她的眼睛熠熠生灰 她一开目光 极小声地道 担心 路肩看了她一会儿 松开她的手 掀起帘子走出去 你别怕 我不会病 我是书生 但不是风一吹就倒的病秧子 鱼婆正在收拾鱼篓子里的东西 见她二人出来 乃笑道 奶奶也不问问二爷 为何知道那杏树附近有鱼篓子 林锦荣接了荔枝递过来的杏花 自往病边插了 微微笑道 这有什么难猜的 她昨日来学你们租船 定是早就和你们商量过的 鱼篓子也是你们下的 不然她怎会非得去摘那花 陆坚文言回头看了她一眼 淡淡一笑 鱼婆就笑道 奶奶好精细眼儿 到底和我们不一样呢 我呀就只会傻傻地问 不会去想的 鱼篓粗声粗细地笑 憨婆娘 所以你做不了少奶奶 鱼婆白了她一眼 晚上不许吃酒 鱼篓憨憨的一笑 也不言语 抓起船鲁沉稳地摇动 大声道 二爷奶奶坐稳 走喽 陆坚坐在船头 平视前方 林锦荣安静地坐在她身边 一直看着波光绿柳 杏花白云都从她们身后 慢慢地掠过 水面越来越窄 日光越来越强烈 陆坚有些受不住了 侧脸去看林锦荣 林锦荣还坐着一动不动 似是根本不觉得这太阳晒 她比她还固执 明明是她不解风情 该生气的人是她 可她倒像比她还生气 陆坚无奈地叹了口气 进棚子里去坐吧 好 林锦荣正要起身 陆坚就把手递到她的面前 她扶住了 跟着陆坚摇摇摆摆地 走到棚子里坐下 借了荔枝递过来的水喝了 低声道 我从没坐过船 当年 她也请妙柱帮忙定了一艘船 怎奈她到死都没见着 那船的影子 陆坚看向她 她的表情很淡 眼神是恍惚的 不由就笑起来 你晕船 把手给我 林锦荣递过去 陆坚将手指 按在她的左手脉门 有点酸疼 但按一按就不晕了 荔枝瞧见 盲递了一块尸帕子去 抱怨道 奶奶晕了也不说 还坐在外头晒 陆坚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道 不愿你们奶奶 愿我非得下船 去摘花得罪了她 临近中午时分 一道低矮绵延的山峰 出现在河道左侧 山下几旗金黄的柴花 鲜亮无比 几间茅屋上吹烟鸟鸟 渔公把船靠了岸笑道 到地头了 渔婆忙食了一张小桌子出来 饭也好 吃饭吧 午饭很简单 就是一个祭菜鲫鱼汤 一个油蔬小虾 一个炒豆腐 渔婆的手艺虽比不上铁槐家的 但食材新鲜 她又收拾得干净 众人都还吃得满意 吃饭 渔婆勘传 渔公领路 林锦荣带上面目 跟着陆间上了岸 顺着田梗 往山上走去 这山不比清凉山 看着低矮绵延 实则崎岖难行 陆间也顾不得被人看见嬉笑 只牢牢将林锦荣的手给牵住了 每行一步都格外小心 林锦荣却也争气 走得又稳又快 并不含苦含泪 渔公无心赞道 奶奶真好角力 真不像是娇生惯养的 励志心虚地看了陆间一眼 陆间垂着眼笑 按捏了林锦荣的手一把 低声道 只要你走得动 以后我带你去更多的地方 林锦荣应了一声 指定前头 是不是这里 一股凉风迎面而来 一个极大的洞 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洞旁草木丛生 悠然冷清 林锦荣刚踏了个头 就被陆间给拉住了 当心 下面可深 渔公抱了个石头扔下去 笑道 奶奶您听着 那石头滚落下去 果然半天不闻回声 陆间笑道 深吧 可惜这会儿不刮风 你听不到那寿鸣声 第184集 前旭 老实说 林锦荣没觉得 这个洞有什么稀罕的 又不能进去看 只能在外面飘飘 扔块石头进去 还听不到声响的 无非就是满足 有些人出门一游的愿望而已 那渔公大概也是觉得 富家少爷奶奶们 吃饱了闲得没事干 才会这么远地 来看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山洞 只是雇主最大 扔了石头以后 就抱着手臂在一旁笑 丽贞很捧场地 凑上去问了几个 很无聊的问题 长寿在一旁 捡了几块石头递过去 给林锦荣 奶奶要不要扔一块试试 林锦荣笑了笑 扔了一块又扔一块 路间抿了抿唇 抬眼看了看天空 有些无精打采的道 好晒 回去吧 夕阳西下 乌鹏船在波光里 缓缓前行 路间取了竹笛吹奏 林锦荣坐在船头 沉默地看着鱼婆做饭 老宅里没有多少事可做 没有什么长辈需要伺候 加上路间也有意识地 减少了读书的时间 经常出门去走动 每天总有一顿饭 是不在家里吃的 林锦荣养精蓄锐之后 闲得发慌 便领了荔枝和豆儿一道 沿着那些又高又冰冷的院墙 把凡事能进去的院子都走了一遍 陆老太爷是个善经营的 家里的粮食从来不会少 但都是当年的新粮 每年新粮入仓之时 就是沉粮出仓之时 不会有浪费 同时也很饱足 水井有五六口 全都是上了年头的 井口的石头都被岁月 打磨得溜光水滑 处置冰凉 看守老宅的鱼婆子 已然六十多岁了 精神还很绝朔 见林锦荣对这老宅 好似很感兴趣的样子 少不得在一旁介绍 奶奶 家里的主子们 都不太喜欢老宅 嫌老宅冷旧 可是当年呀 家里的老老太盈的一辈 就是靠着这高墙厚壁 躲过冰灾的 怎么说 林锦荣心里一动 命令只给鱼婆子 搬了个屋子 倒了茶汤地过去 主仆一起坐在院子里 晒着太阳 听鱼婆子讲鼓 鱼婆子平日里 难得和主子们接触 见新奶奶赏脸 自然很高兴 手持了茶盏 把自己所知道的 一一讲来 老奴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 曾听家里的老人们说过 当年大荣和咱们可不是这么亲近的 那时节 烧不顺意 大荣的兵马就杀过来了 烧杀抢掠 怎么坏 怎么来事 有一年春天 从青州过来 杀到平州 又窜到了这里 家里的那位老太爷 就是凭着这高墙厚壁 躲过冰灾的 林锦荣皱眉道 只怕那些冰退得快吧 人也不多 他觉着 就连青州平州的城墙 都经受不住 一个小小的陆家老宅 又怎可能经受得住 多半是一小股散兵才对 鱼婆子尴尬地笑了笑 那大概吧 老奴生在后头 没亲眼瞧见 反正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陆氏的族人 好些都躲在这院子里头的 奶奶不信 随便找个上了年纪的 都可以问到 林锦荣笑道 那不必问了 转头叫荔枝给了鱼婆子 一叠子糕点 并几十个钱 鱼婆子欢喜的 奶奶还想知道些啥 只管问老奴 这老宅子里 老奴最是熟悉不过的 林锦荣微微一笑 今日就到这里了 带有要问的 又再请嬷嬷过来说话 带到鱼婆子去了 林锦荣扶着院墙 仔细看了一回 又找借口去瞅了瞅 厚实沉重的大门 忍不住想 真的抵挡得住吗 当年乱兵刚闹事的时候 惶惶不安中 也曾有人说 不如回老宅 可是被人嗤之以鼻 平州城的城墙都挡不住 一个小小的院子 能挡得住 之后那股乱兵 很快地顿入山林 也就再没有人 把他当回事 带到匪兵 突然杀进平州城去时 却是什么都晚了 故而也没有人试过 当真管用不管用 但实际上 管用不管用 他都不会知道 因为在最后关头 他根本不会在这里出现 而赤水的陆氏族人 想来前几辈 有那经验 到时候也必然会 照旧进来躲藏的 林锦荣晃了晃头 把这事压入心中 晚上陆坚归家 见林锦荣正领着 荔枝等人收拾东西 忙道 今日不是才出发吗 怎么就收拾东西了 林锦荣道 昨日就要和你商量的 后来忘了 祖父虽说是 让我们初时才回去 但不能真住到 那时候才回去的 提前两日回去更好 这样会显得 他们做小辈的 挂念家里的长辈 大家的脸上都好看 陆坚静默片刻 道 这些事情 你安排了算 林锦荣看出 他有几分不喜 蔡照氏还不想回去 也不管他 自顾自地收拾东西 从明日起 他就要以 与之前不同的样貌 站在陆家众人的面前 宋氏 吕氏 林玉珍 陆云 谁都不能阻止 他的脚步 第二日中午 林锦荣的马车 才驶到陆家大门前 就受到了 不一样的待遇 门子把门槛下得飞快 恭恭敬敬地 上前来行礼问安 固然之前 每次都是如此 但当人的心理 发生变化的时候 所传递给人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变化 不单是骑马 跟在外头的陆间察觉了 就是坐在马车里的林锦荣 也感受到了 他听见陆间 淡淡地吩咐长寿 拿钱去赏门子买酒吃 门子说了许多好听话 再到了二门 马车才停住 看二门的婆子 就飞奔上来 取了条凳 打起帘子 去扶林锦荣下车 一日不见 如隔三丘的表情和语气 真是二奶奶 快去禀告 二爷和二奶奶回来了 到了这时候 林锦荣不会再端着架子 笑颜颜地 就着那婆子的手下了车 吩咐立志 妈妈辛苦了 拿些钱给妈妈打酒喝 那婆子笑嘻嘻地接了 又说了若干的吉利话 竟然是有滔滔不绝之事 直到路间皱了眉头 方才住了嘴 善笑着 命人把马车收拾了 夫妻二人顾不得去书席 先去的聚贤阁和陆老太爷请安 陆老太爷非常高兴 和蔼可亲地道 怎不多留几日 我不是让你们住到初十 再回来的吗 陆坚一笑 看向林锦荣 阿荣说 祖父给体面 咱们得更珍惜才是 林锦荣跟着道 祖父垂怜 就没听说谁家的心腹 有我这般有福气的 福气得爱惜着用才是 这话极大的取悦了陆老太爷 老头子笑得 两条浓密的眉毛 耸动起来 好丫头 惜福就好 福气不是乱生的 林锦荣的掌心里 进出了一层薄汉 神色越发攻顺小心 陆老太爷扫了他一眼 又问陆坚 再见着祖里的人 你都能认识了吧 陆坚垂手答道 这几日 孙子挨着走了一遍 十岁以上的 都认得清了 好 陆老太爷赞许地 拍了拍他的肩头 语重心长地道 书要读好 但不能读死书 今晚全家都在 容景区吃晚饭 我会安排阿荣 跟着你们二婶娘 一起管家 阿荣 你怕吗 林锦荣一笑 不怕 怕又有什么用 已然走到这一步 那就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否则他若是连进出 这个家门都要受限制 还怎么做他想做的事情 陆老太爷心情极好的 示意他们跟他到隔壁 去见陆善 陆伦照旧的愁眉苦脸 两只眉毛皱成了八字眉 一副生不如死的样子 陆善倒是安安静静地 坐在那里写字 脸色稍微红润了一点 也有了几两肉 看着不似之前那般难看了 陆老太爷咳嗽了一声 陆伦倒也罢了 陆善立刻就起身 束手而立 规规矩矩地 给陆老太爷请安问好 转过来对着陆坚和林锦荣 嘴唇动了动 急小声地喊了一声 二哥 二嫂 陆坚很严肃地应了一声 好好吃饭 好好锻炼 好好读书 陆善垂着眼没支声 陆老太爷微言地 呃了一声 陆善立刻不情不愿地道 是 可是从始至终 也不愿意抬头看陆坚和林锦荣一眼 陆坚脸上隐隐露出几分 异性阑珊之一来 也没心思再留下去 陆老太爷看得明白 挥手放他和林锦荣回去 陆老太太是早就知道这安排的 少不得勉励了林锦荣一番 体贴地让他们早点去休息 夫妻二人才从荣景区出来 就遇到了前来 给陆老太太请安的图示 图示今日与之前 并歪歪的形象 截然相反 穿了件枣红色的杆子 头上扎了只金布瑶 还用了点脂粉 亲切地握住林锦荣的手 慢声吸气地道 恭喜你了 都知道了吧 以后若是有什么为难的 用得上我的 只管来说 但凡我能做到的 都会尽力去做 多谢三婶娘关心 林锦荣才笑了笑 图示又松了她的手 直扑重点目标 二郎 你安安心心地去读书 家里都有我 我会替你照顾好阿荣的 陆坚抹了抹 低声道 三婶娘还是安安心心地 把自个儿的身子交应好吧 极大事情 能不操心的就别操心了 六弟还小 现在看着刚有点起色 您若是有空 不妨做点太爱事地送过去 祖父也辛苦 林锦荣跟着笑道 是 三婶娘就不要替我操心了 好好僵养着 图示看了看陆坚 又看了看林锦荣 轻轻点了点头 只要你们都好好的 我就放心了 第185集 开幕 事业 几十支蜡烛 把容景居照得亮亮堂堂 一道八连的山水屏风 将大堂隔成两半 里头是以陆老太太 为首的女眷和孩子们 外头是陆老太爷 为首的男人们 说是全家团聚 然则 这顿饭却吃得非常安静 所有的人都各怀心思 只有陆绍的两个儿子 元郎和浩郎还小 有乳娘陪着坐在一旁 一会儿要吃这个 一会儿要吃那个 稍不如意就要别嘴 吕氏心中烦躁至极 哄了几句不见效果 少不得骂元郎 这么大了还半点不懂规矩 叫我怎么指望你 再闹就别吃了 换回房里去 元郎不过六七岁的年纪 平日里受尽了宠爱 此时见了这阵势 自然不一 嘴一瞥 两颗筋豆子就掉了下来 宋氏板着脸警告吕氏 小孩子嘴馋最是平常不过 好生生的你骂他作甚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 吃饭时别招惹孩子 你这是要搅得大家伙都吃不下去 吕氏委屈地垂下眼 婆婆教训的事都是媳妇的错 陆云给林锦荣使了个眼色 林锦荣眼观鼻鼻观心 专心专意地添饭不菜 他自是知道这婆媳俩做的什么 一个心里不愤 沉不住气 想借题发挥 一个老奸巨华 眼看要坏事 就抢在旁人开口以前 就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接着就该陆老太太 来打圆场了 果不其然 陆老太太含着笑 慈爱地朝圆郎伸手 来 乖孙 到曾祖母这里来 哎哟 我的小乖乖 咱不哭 想吃什么 和曾祖母说 都给你夹 元郎破题微笑 就此在陆老太太怀里站定了 指着桌上的菜道 要吃动食手 还要白炸春鹅 自有素心丫头 在一旁替她布菜 揉声安慰照顾 见元郎不闹 吕氏收封了 陆老太太便道 大郎媳妇和二郎媳妇 都坐下来吃吧 让丫头们来伺候 今日没有外人 都是家里人 不必守着规矩 难得聚在一处 涂的就是一个热闹和气 坐下坐下 吕氏和林锦荣行礼谢过 再下手坐了 陆老太太又命林玉珍送侍 分别给各自的儿媳夹菜 于是气氛再度和谐起来 少请范碧 丫头婆子们收拾了碗筷桌椅 撤去屏风 端上茶果 一家子闲坐 饮茶说话 茶果一寻 陆老太爷倾咳一声 全家都整齐话一地安静下来 静听她说话 陆老太爷一双眼睛 逐个在儿子儿孙儿媳孙媳的头脸上 缓缓扫过 今日让大家聚在一起 是有两个意思 一呢 是二郎和阿荣成亲 马上就买月了 二郎即将前往朱先生那里 继续读书 这算是替他践行 二呢 这些年以来 二媳妇一直都很辛苦 非常辛苦 陆老太爷加重了语气 看着宋氏和陆建中 生情并茂的道 这些年你们母亲身体一直不好 大媳妇去了江南照顾老大 都是二媳妇照顾家里的老老小小 操持家务 拐束奴仆 起早贪黑 任老任怨 做得非常非常好 咱家有如今这场景 二媳妇是功臣 宋氏满脸的感动和不好意思 公爹夸煞儿媳了 都是一家人 这是儿媳分内该做的事情 又怎敢鞠躬 真做做 李玉真满脸不屑地撇了撇嘴 低下头把玩手上的 鸽血红宝石戒指 图示看看他 又看看宋氏 再看看林锦荣 一脸的欣慰 陆老太爷朝宋氏摆摆手 无必自前 是你的功劳 就是你的功劳 我不会平白责骂人 也不会平白夸赞人 我早就不忍让你如此辛劳 怎奈没有他法 多亏有了大郎媳妇帮把手 我才觉得踏实一些 吕氏文言眼睛一亮 抬起头来 西记地看着陆老太爷 陆老太爷看着他温和的一笑 大郎媳妇也是个贤惠能干的 真不错 不等吕氏起身自迁 他话锋一转 浪声道 可是这次回去 我也看到 一家子都闲着 就你婆媳二人在忙碌 实在不像话 眼睛看向林锦蓉 二郎媳妇 林锦蓉一直就在等他 转过话头来 文言立刻站起身来 恭恭敬敬地道 是 祖父 陆老太爷的眼睛 在眉毛下一闪一闪的 你这两日好生准备一下 从初十开始 你就跟着你二婶娘 大嫂 学管家理事 要努力 不许偷懒 尽早理顺上手 明白吗 林锦蓉自是硬了不提 表决心什么的 他决定就不做了 虽然陆老太爷 很爱说 很会说 但在他面前 没有什么话 比实际行动 更有说服力 陆老太爷 又看向宋氏和吕氏 不许你们惯着他 该让他做的事情 就要让他去做 也不许藏私 该教的要教 该提醒的要提醒 打了个哈哈 老二晓得的 我有个脾气 下面的人做错了事 不单是他一个人的错 也要找管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管事 没尽到职责 不管事 就像大郎做错了事 就是老二没教好 老二做错了事 就是我没教好 这意思太明白不过 陆绍刷得一下站起来 满脸的千功 陆剑中白白胖胖的脸上 满是笑容 是 是 爹爹说得有理 宋氏的眼皮子 控制不住地抽出了一下 脸上缓缓绽放出一个 温和大度到了极致的笑容 公爹放心 儿媳一定会像 带大郎媳妇似的带阿荣 不会惯着 也不会不交 不管 吕氏也站起身来 吹着眼干巴巴地道 祖父放心 孙喜一定会带阿荣和亲姐妹一样的 林锦荣就上前去 对着宋氏和吕氏 认认真真地行礼下去 要给沈娘和嫂嫂添麻烦了 宋氏笑着将她扶起来 亲亲热热地道 阿荣说客气话了 你是来减轻我负担的呢 何来得添麻烦一说 我巴不得你赶紧理顺手 我好和你婆婆一样的 去详情服 林锦荣笑看了吕氏一眼 柔声道 二沈娘如今 不就是在想大嫂嫂的服吗 我可没有大嫂有本事 吕氏笑了一声 半真半假 半酸半现地道 我哪有弟妹有本事 能得老太爷如此力挺 如此庇护 无视本事是什么 林玉珍精神抖擞得道 阿荣 你二沈娘管家 很有一套功夫 你可要把你二沈娘的本事 全学会了才行 陆老太爷摆了摆手 好了 该说的都说完了 散了吧 二媳妇回去好好想想 先让阿荣从什么地方找手 宋氏应了 亲亲热热地拉着林锦荣的手 说个不休 你闲了过来 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是 林锦荣也同他一般 笑得弯了眉眼 抬眼碰到陆尖的眼神 却见他眼里并无笑意 见他看来便垂下了眼 林锦荣不解 正待要再去探究 陆伦笑嘻嘻地过来 装模作样地朝他深深一一 二嫂 这回你可偷不到懒了 起身后却背着众人 鼓励地朝他握了握拳头 带出了戎警局 陆尖不紧不慢地走在前头 林锦荣也不紧不慢地 跟在他身后 他不说话 他也不说话 陆行一半 陆尖方回头问他 二嫂娘必会问你 想从哪方面入手学管家 你想先做什么 林锦荣道 我还没想好 祖父虽则摆明了态度 但不可能事事去管 事事管道戏 有他长着 大事上不会出错 但小事也够磨人 陆尖扯了扯唇角 我看你是早就胸有成足的样子了 怎么会 林锦荣自是不承认的 我这里正呆忧着呢 幸好还有两日 我可以慢慢地想 陆尖等了等 不见他有就此事深谈的意思 便又转身往前走 带回了房 方道 我明日就要收心读书了 你把我的行李收拾一下 再给朱先生和师母 好生备一份礼 不必贵重 但一定要精致 林锦荣替他脱去外山 随口就来 送两令酒藏的生鲜 再加一坛子酒烟虾 另送两斤银鱼干 十斤野味辣 两坛荔枝酒 你看如何 不错 路间诧异地回头看着他 都是先生爱的 朱先生爱风雅书画 也好美食 林锦荣送的这几样东西 不是很贵重 难得的是送到心里去 定会得朱先生喜欢 林锦荣一笑 那就好 朱先生值得尊敬 也一定要尊敬好 初十 不过四更十分 路间就已经睁开了眼睛 他侧头看着身边 安静熟睡的林锦荣 试探着把手伸进他的被子里 放在他的腰上 林锦荣悚然一惊 很快清醒过来 低声道 怎么了 路间不说话 只将他搂紧了 一下子翻转覆在他身上 将他的头紧紧地按在他的胸前 林锦荣顺从地闭上眼睛 轻轻搂住他的肩膀 路间的气息顺时急促起来 动作越发狂野 林锦荣 林锦荣忍不住低声劝道 轻一点 你还要起早赶路呢 路间不语 一双手差点没把他的腰给掐断 林锦荣咬住嘴唇 任由长发散落 盖住了脸庞 当第一缕阳光落在墙头的时候 林锦荣终于送走了路间 第186集 大房 宋氏的院子里照旧的人来人往 热闹得出奇 吕氏欢快地动弄着浩郎 把枣糕给娘咬一口 啊 浩郎乖呀 小坏蛋怎么就这样吝啬 眼睛瞟向林锦荣 吩咐丫头肃解 给二奶奶换杯热茶 然后又告罪 对不住啊 二弟妹 你看 这人多的 一天到晚总也不停 再等会子吧 应该快停了 林锦荣无所谓地道 说到底是我来迟了 二婶娘有事要忙 总不能专坐着等我 只是让嫂嫂闲下来陪我 真是不好意思 律师笑道 也不能怨你 今日二弟要出门嘛 你要照顾他 还要送他出门 能来这么早 已经让我想不到了 顿了顿补上一句 多亏得你 不然我也偷不得这懒 机会难得 我们轴力俩就闲到闲到 嫂嫂和我说说这家里的管事妈妈们吧 林锦荣温温和和地一笑 就是在这坐着等 也比和李宇珍录云 一言不合就翻脸得好 律师只好把好郎交给乳娘 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人家介绍人事 都是从最上头地说起 再说到下面 唯独他 从最下面的婆子说起 不分巨细 热热闹闹地说了许久 也不见说到重点 更无条理 荔枝听得头大 本来还有点数 都给他搅得没数了 由不得的就有些生气 林锦荣却是含着笑 听得津津有味 只是吕氏一停下来 他就发问 吕氏只好又回答 今日的情形 是在林锦荣的意料之外 又是意料之中 说是意料之外 是因为宋氏婆媳 对他的策略态度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当年也许是他们 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对他的态度 是以拉拢亲和为主 他一来 就让他在一边旁听根学 宋氏表现得格外体贴和大度 吕氏也没有像现在这样 小心眼 喜怒行色 当然 他这一听就听了很久 管的也是一些无关紧要 但是很难缠的琐事 说是意料之中 是因为根据他这些日子以来的观察 宋氏和吕氏都十分防备他 再加上陆老太爷的态度 他料定今日定然不会轻松 似这种机会恰当 理由充分 看似无伤大雅 很拙劣 实际最容易激怒人的为难 他要是认真 他就输了 他本来就年轻 又刚进门 怎能轻易就被人扣上一顶 心浮气躁的帽子呢 如此转眼间就过了三盏茶的功夫 林锦荣还端坐如松 不急不躁 律师却说得口干舌燥 有些坐不住了 于是给丫头宋锦使了个眼色 让去隔壁问问宋氏的意思 宋锦会议慢慢促将出去 行至隔壁 朝宋氏的心腹萧嬷嬷招了招手 萧嬷嬷忙走出去 低声道 坐不住了 宋锦摇头 坐得稳稳的 不气不恼 一直笑着呢 是大太太让我来问太太的意思 还真沉得住气 萧嬷嬷微微一皱眉头 眼看就要吃午饭 是差不多了 严霸掀起帘子 往里去寻宋氏 宋氏不急不缓地 打发走回话的婆子 捧起茶盏 春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来 怎么 她急了 萧嬷嬷笑道 不是 稳着呢 是大奶奶急了 宋氏垂下眼帘 静默片刻低声道 白白比人家多活了这几岁 急什么 有什么可急的 萧嬷嬷道 大奶奶怎能和她比 她是从什么地方杀出来的 老奴瞅着也差不多了 既然没有用 就不必再浪费功夫 她今年四十五岁 是跟着宋氏嫁过来的 深得信赖 堪称左膀右臂 自有一套行事方式 日常说话做事也大胆 宋氏抽出帕子 试了试嘴角 起身道 走吧 你去安排一下 留她吃午饭 行至门前 并不立即进去 站着听了边客 只听林锦荣和吕氏 谈笑风声 果然是不骄不躁的样子 微微一沉吟 迈步入内 笑道 两只小老鼠 我在那里忙 你们倒在这里吃喝玩乐 叽叽喳喳说个不休 好不自在 林锦荣站起来 与她敬礼 大大方方地打趣道 二婶娘说这话 我可不噎 我们是小老鼠 您是什么 宋氏依依 随即又笑了 伸手去捏林锦荣的 脸颊 看看这嘴利索的 谁再和我说 林四姑娘不多话 是个闷葫芦 我就和她急 林锦荣巧妙地一让 躲开了袭击 将手轻轻热热地 搂住宋氏的胳膊 笑颜如花 二婶娘 别捏啊 疼呢 宋氏就笑 你这丫头 还没碰着你就叫疼 等急了吧 你运气不好 没想着今日试这么多 你要是昨儿提前过来 和我商量妥当 尽早就可以跟着 一起处理事情了 彼此心知肚明 怎么回事 偏来要在这些小事上 绕弯子 林锦荣也不戳穿她 直接了当的道 那不是怕有人说我迫不及待吗 我是想帮沈娘分忧 但也怕人家说我呢 我刚进门 脸皮薄 禁不住的 宋氏给她恶心地 干笑了两声 道 时辰差不多了 在这里吃午饭吧 咱们商量商量分工 林锦荣从善如流 刀扰二婶娘了 宋氏道 你是贵客 难得请到 何来的刀扰 命人摆了饭上来 却是精致整齐得很 四个炒菜 两个汤 两个蒸菜 四个两碟 四盘干果 还有荔枝酒一壶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天上飞的 最实心的菜书 样样都有 不过数量少了一点 精致程度和样数 竟然是比 陆老太太那里 还要过些 立志惊讶不已 猜不着 宋氏这是要干嘛 林锦荣脸色不变 仿似她平日里 吃的就是这样 举止从容地 说了一句 二婶娘疼我 弄这么多好吃的 我以后得 日日在这里蹭饭吃 宋氏呵呵笑了两声 也不解释 就命旅士 来给林锦荣 添饭铺菜 苦劝林锦荣 一定要多吃一些 少请范碧 命人送了茶水果子上来 宋氏方道 阿荣 我先和你说说 家里的情况 再叫管事的妈妈们 过来和你见见面 她不比旅士那般黏糊 一来就把家里 几个大的方面 给林锦荣点名 从采买 月钱 厨房 针线 这些家常的开始说 再到外面的人亲来往 有几个庄子铺子 等等都一应介绍了一回 咱们家呢 说起来人不多 但事情着实不少 老太爷交友广阔 来来往往的朋友很多 四十八节的要背的礼 就把人给折腾够 族里那边也时不时地要周记 下面的人生老病死 迎娶丧葬 都少不得要管 要过问 林锦荣并不打岔 安安静静地听她说 这一说就说到了下午时分 宋氏抿了口茶 喘了口气 试探着道 阿荣 你想从哪方面开始入手 林锦荣道 二婶娘觉着 我该从哪方面开始学 当初大嫂是从哪里开始入手的 律师看了宋氏一眼 道 我跟在婆婆身边 学了两年多 需要做什么就搭把手 后来元郎大了点之后 婆婆方才让我管了厨房 厨房是个庙地 不但是个肥缺 还是了解熟悉 各房各院情况的最佳途径 人必须得吃饭 谁爱吃什么 吃多吃少 什么时候点什么菜 身体状况 回来吃还是不来吃 请客与否 客人的身份 和主人的亲密程度 厨房都是最先知道的 还连着各房各院的财务状况 都能看出一二来 宫中所出 大家的伙食标准都一样 担保不起谁嘴馋了 想额外吃点好吃的 稀罕的 那就要另外花钱 有钱人和没钱人 自然一目了然 可是吕氏既然已经管了 林锦荣就不可能去和他争 妾不论先来后到 就说任吕氏跟着宋氏学了两年多 又生了长子之后才能管上的 他就好似没资格和人家争 厨房重地 岂是一个刚进门的心腹能管好的 林锦荣索性拉名了问宋氏 沈娘安排吧 看看什么适当我就做什么 反正也是您主事 我相助 宋氏假意想了很久 才到阿荣不如这样 你来管采买 这话一说出来 吕氏的眼睛都瞪大了 采买 这银钱手中过 管家管家 主要管的就是这些 如果采买这一块 都交给林锦荣去做了 还有什么意思 这也太大方了些 好大一个肥尔 可这块骨头 又哪是这么好啃的 负责采买的管事 就是宋氏的人 背着他胡天胡地一气 得利的是旁人 背黑锅的却是他 稍不小心就会臭了鸣声 就会被质疑 惹上一身的心骚 林锦荣毫不犹豫地推辞 多谢沈娘好意 我年纪太轻 经验不足 镇不住 不合适 宋氏道 你怕什么 你聪明能干 有我帮着 再不计 还有你婆婆 老太爷也说了 还有他 谁要是敢不听你的话 我为他试问 你要熟悉家里的情况 就是从这里开始做最好 林锦荣微微一笑 沈娘 您是疼我不假 您大方没有私心也不假 但我有多大的能力 我就做多大的事 好大喜功 贪心 都是要不得的 您就别害我了 第187集 退进 宋氏似笑非笑地道 你这丫头 我害你 这话你也说得出来 林锦荣微笑着道 沈娘硬要我管这个 那就是害我 她如此直接 宋氏倒没话可讲 便道 那便先让管氏的婆子们进来 见见面又再说吧 客随主便 林锦荣自然没意见 几个婆子含着笑进来 宋氏一一介绍过来 重点指了一个婆子 给林锦荣认识 这是孟家的 专管库房和东西 咱们缺了什么都要和她要 换季的时候换家私摆设 也得找她 我每个月都要和她对一次仗 年纪大了 眼睛哗啦 也挺累人的 听说阿荣你在家就管账的 做这种事情正是驾轻救赎 要不你来替我做这件事 很简单很容易的 你总不能再说我害你了吧 又是一个好似又简单又光鲜的活 林锦荣还未开口 就听萧嬷嬷在外笑道 大太太 今儿您怎么有空过来了 林玉珍的声音 我来看看阿荣 这孩子从早上过来到现在 也没个阴信 我来瞧瞧他 这是来抢肉吃呢 吕氏飞快扫了林锦荣一眼 迅速垂下眼前 宋氏却是半点不讶异 立刻就站了起来 笑颜颜的迎了出去 大嫂 好 今日刮的什么缝 把你给刮过来了 林玉珍今日是精心装扮过的 戴着白玉牡丹罐 穿酱紫色的被子 基尼牡丹纹领抹 配黄色白褶裙 显得精神头十足 进门就先打量了林锦荣一番 然后皮笑肉不笑地 与宋氏打招呼 我家阿荣大清早地就过来 你也不放他去歇歇 宋氏颜口而笑 看吧 大嫂心疼的 到底是估值 我留她吃饭 给她做好吃的呢 我们在商量分工呢 正好的 大嫂你替阿荣拿一下主意 我说让她来管财买 这样很快就能把家里上上下下的事和人都给摸清楚了 又练本事和眼力 可她不肯 林玉珍顿时怦然心动 为何不肯 这话是问林锦荣的 她回到家里这些年 不是不想把长席的派头拿出来 重新把家长起来 奈何陆老太爷始终不发话 二房也防得紧 她也不愿意调份去求谁 索性把宋氏婆媳当作干活的丫头婆子看 可是此刻 一旦听说可以把权力重新握在手里 她就舍不得了 宋氏眼里的笑意越发浓厚 看吧 安荣 就连你姑母都问你为何不肯 林锦荣笑道 我年轻 没经过世 压不住 不敢应远 林玉珍皱了眉头道 什么压不住 谁是一开始就会的 不都是学的 林锦荣长着就相当于是她长着 又怎会压不住 谁敢不听话 她就通通给撤了 看谁还敢叫板 如此的迫不及待 那就拿去吧 保证会毕生难忘 宋氏正要开口 林锦荣就抢在她前头 坑墙有力地道 我是绝对不敢受的 姑母不是不知 我有几斤几两重 要是闹出笑话来 那岂不是要叫祖父失望透顶 我还是从头慢慢学习得好 真没出息 林玉珍急抓活了的 终是晓得林锦荣的脾气 知道自己要是硬替她把事情定下来 她就能把事给闹黄了 白白给人看笑话 又恨又恼却又无计可施的时候 只听林锦荣又道 二婶娘还有另一个主意 让我管库房和东西呢 听了这个 林玉珍放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这也不错 还是肥却 她看不惯这孟家的很久了 这孟家的就是宋氏的一条狗 给她机会 必然第一个就把这条狗给除了 宋氏就笑道 既然都觉得好 那就定了吧 就要叫孟家的过来叮嘱 慢着 林锦荣含笑起身 指着一个又白又瘦 眯缝着眼睛 基本不怎么说话的婆子道 我记得这位徐嬷嬷 是管阵线房的吧 那婆子道 是 林锦荣就回头望着宋氏道 我不才 其他大事我也做不了 就先让我来管这个吧 徐嬷嬷是陆家的家生子 早年一直伺候老太太 做得一手的好真相活 老太太只爱穿 她做的礼仪和鞋子 老太爷也只穿她做的鞋 就算是这么多年过去 无论是在林玉珍手里 还是在宋氏手里 这沉默寡言的徐嬷嬷 始终屹立不倒 三朝元老 这本就是个人才了 此言一出 众人都极其惊讶 就算是徐嬷嬷 也惊讶得很 针线房这边 真是清闲很多 凡事都有她料理 主子们说是管 也不过是逢年过节 换季时节 过问一下全家上下 要做多少套衣服 有多少账卖铺垫等 我要换 算出要多少钱 把所需的材料买齐 做好以后再检查一下 是否合适得当 有没有浪费 一切都有定力 也不用谁来求 和宋氏提出的那两个位置 相比较而言 实在是天和地 真是出乎意料 宋氏挣了片刻 试探着看着林玉珍 大嫂 您看着 林玉珍气得没话说 强忍着怒气道 你倒会偷懒 就不怕你祖父失望 林锦荣道 祖父只是让我帮二婶娘的忙 我这就是在帮 宋氏能安得什么好心 把持家务这么多年 又怎会轻易 就把手里最紧要的权利 放出来 释出反常必有妖 在他手里 没有可用的人之前 不过是把他 放在火上烤而已 贪功冒尽 却又没有能力 会死得很难看 怎如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地走 更让人心安 律师轻轻松了一口气 宋氏受了刚才的嬉笑神色 认真问林锦荣 你真的决定了 他此刻的感觉就是 一拳打到了棉花堆里 实在是出乎意料 和没趣极了 林锦荣道 真的决定了 二婶娘要是觉得我太闲 尽可以让我去办 其他的小事 大主意您拿 我出力就是 宋氏笑笑 亲热地拉着林锦荣的手道 那你经常过来 我是不会和你客气的 林锦荣意味深长地道 那是一定的 天色渐晚 最后一缕阳光滑下墙头 林玉珍的怒气也绷不住 到了爆发点 你是傻的呀 事前和你怎么说的 多好的机会 你为何要放掉 林锦荣从容地地地上一杯茶 姑母润润嗓子 我不喝 林玉珍看到她就来气 数落到 早就说过你是窝里横 烂泥扶不上墙 你还不认 陆云忙起一身去劝 娘 先听嫂嫂怎么说 她定有她自己的打算 然后朝林玉珍使眼色 示意她木已成舟 不如先把方竹的事说了 又再说 呼听方嬷嬷在门口小声道 太太 老太太那边的肃心过来 说是老太爷 让二奶奶去容景居问话 林玉珍便阴沉了脸 交代道 你去和老太爷说 你要管库房 其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都有我来管 记住了吗 林锦荣不语 湿了一里 自出了门 行到门口 只见廊下站着一个年轻女子 穿着淡绿的半臂 月白色的裙子 脂粉不湿 滴眉垂眼地站在那里 看见她出来 便给她行了一里 奶奶万福 该来的又来了 林锦荣顿住脚 认真打量了她一番 微微翘起唇角 露出一个 机不可见的冷笑来 也不说什么 自扶了荔枝的手而去 陆云紧跟着从里头出来 朝那女子招招手 方竹姐姐啊 你进来 我娘有话要交代你 容景居里非常难得的 陆老太爷正和陆老太太 在下棋 林锦荣便安安静静地 在一旁站定了 不时滴点水和帕子什么的 不多时陆老太太喊泪 陆老太爷便收了手 使了无关人等出去 指了指前方的如意纹 六面开光凳子 坐 林锦荣小气一意地坐了 祖父换孙袭来 可是有什么吩咐 陆老太爷道 听说今早 二婶娘为难你了 林锦荣一笑 没有的事情 是二婶娘太忙了 陆老太爷对他这个回答 并不惊讶 算是在意料之中的 便诱导 为何要选真线房 掌管库房倒也罢了 我觉得采买很适合你做 前期也许有点难 但只要上了手 很快就能把里里外外的人士 摸索清楚 林锦荣认真道 一说过的 根基不劳就要想法子 把根基扎紧 随喜现在正是在扎根基 还没学会走就跑 必然会摔得很重 自他重生以来 有些事情的发展 其实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路 就算是大事件不变 这重生的光 也只能沾到他死前的 那个时段为止 倘若他能侥幸活下来 他就会用到这些 踏踏实实学来的本领 稳扎稳打很不错 陆老太爷捋着胡子道 针线房冷清得发慌 怎够你扎根基 林锦荣静静地道 衣食住行 针线房排第一 那里并不亚于厨房 一家子人的穿着 房里用的账满铺垫等物 都要靠针线房 也许陆老太爷不知道 他却是知道的 很多下人 特别是粗食的丫头婆子们 最爱去针线房 讨要一些用剩的布头和针线 这些粗食丫头婆子们 平时就是悄无声息的存在 然则他们的足迹和耳朵 却遍布了整个陆府 最要紧的一点是 他不用担心徐嬷嬷 会在他后头来事 暂时也不用怕 送氏婆媳来坏招 他现在目前很需要一个 相对安宁的环境 让他去理他的妆脸 那才是最重要的 第188集 五年 林锦荣才从容景局出来 就又被叫去了林玉珍的院子 林玉珍直截了当地 把话挑明 你要管事 可你院子里的人 就没几个顶事的 桂嬷嬷进门这么久 还没混出那个院子 樱桃太小 窦儿太憨厚 桂园是个闷火 就励之得用一点 但你总不能 事事都靠着他 我思来想去 打算让方竹去帮你 你可能还不知道方竹 他打小就跟着我 从前二郎在江南时 就一直是他在照顾 做得很好 很能干 还包得一手好汤 他男人也在外院 你要传递个什么 打听点什么的 也方便 你觉得怎样 林锦荣看着站在一旁 低眉垂眼的方竹 淡淡一笑 长辈刺 不敢辞 姑母真是心疼我 我又怎会不识抬举 林玉珍非常满意 当场就叫方竹 给林锦荣磕头认主 当着林锦荣的面 好生训诫了方竹一回 让方竹退下后才到 你和老太爷说了 你要管库房的事情没有 林锦荣眼睛都不眨得到 正要和您说这事 我才一去 老太爷就夸了我 眼看着林玉珍吃惊的样子 他心里有种暗藏的惬意 他说我懂得进退 踏实稳重 他没有看错我 荔枝在后头听着 忍不住眨了眨眼 当时陆老太爷 不过说了一句 既然决定了 那去做就是了 怎么现在就变成了 这种明确的褒奖 林锦荣说这话 竟是半点犹豫和心虚都没有 他也不怕这话 传到老太爷耳朵里去 林玉珍怎么 也不会想到林锦荣敢瞎编 当时就挥败了脸色 引发无限猜想 懂得进退 如果林锦荣听他的 真的选了那两件事 岂不是就成了不知进退 老太爷什么意思 难道是借机警告自己 到底还是顾惜二方呢 姑母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林锦荣小心地观察着 林玉珍的神色 见她从惊讶到失望 从失望到恍然 从恍然到沉思 就晓得自己的话起了作用 短时间内 林玉珍母女都将不会再有多的动作 林玉珍抬起头来 有些不耐地朝她摆了摆手 下去吧 记着不要专门只顾着针线房 闲来无事就经常去你二婶娘那里坐坐 跟着她学学本事 就算是现在用不上 将来有一天也会用得上 你总会有自己管家的一日 是 那您早些安息 林锦荣觉着这是自己进门以来 林玉珍说的最正确的一句话 林锦荣前脚才出了门 陆云后脚就从屏风后头走了出来 林玉珍道 阿云 你说你祖父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 他让你嫂嫂跟着管家 就是想逐步分拨二方 把你二哥和二嫂支起来的意思 陆云也有些茫然 响了片刻低声道 我觉着祖父既然开了口 就不会只舍得一个针线房 兴许是还要再看看 他的其他表现才放心 也不一定 他绝对不会只满足一个针线房的 先看看再说吧 也只能暂时如此了 说实话 现在陆坚和林锦荣 还真不够和二房顶着来的 林玉珍无奈地想了一回 恨不得陆坚赶紧考中进士 恨不得林锦荣赶紧生个胖儿子 自己手里握着筹码更大更重一点才好 天刚五更 林锦荣照常起了身 立志劝道 奶奶 二爷不在家 二爷不在家 您大可以多睡一会儿 左右太太也要沉实才起身的 这算是给林玉珍做儿媳 唯一的好处了 陆老太太早上不喜人去打扰 林玉珍又不管事 自然而然就起得比较晚 用不着黑天黑地的 就赶往他那里伺候 林锦荣正色道 今日要做的事可多 才刚梳洗完毕 就听得豆儿诧异地道 这位嫂子 您这是 一条细细柔柔的声音道 你是豆儿吧 奶奶起身没有 立志诧异地道 她倒来得早 人还认得够全的 压低了声音道 奶奶 要不要 嗯 这个人 摆明了就是安插进来的钉子 虽然不能推辞 但要为难 也不是做不到 林锦荣笑道 何必呢 别做无聊事 让他们进来 再把大家都叫进来见见 她一定要让方竹感受到 春天般的温暖 和全然的信任 你们一定要和睦相处 别让人开了笑话 听林锦荣介绍完 方竹的来历 豆儿和荔枝倒也罢了 桂嬷嬷的心里 却是不安之急 这样的年纪 这样的身份 不正是一个管事妈妈的样子吗 桂嬷亦是咬着唇 担忧不已 有心要提醒林锦荣 怎奈如今自己身份地位 大不如从前 根本不敢往前凑 只好盘算着 说动立志见言 林锦荣把她母女的不自在和担忧 巨树看在眼里 并不安抚 只命方竹和荔枝陪她前去寻宋氏 宋氏此番比之昨日热情了许多 没再刻意刁难她 爽爽快快地同她去了针线房 把徐嬷嬷手下的人挨着见了一面 走过场训完话后 宋氏又极力邀请林锦荣去旁听家务 林锦荣并不对此 只听不说 见识了一番宋氏高超的管家手腕 听到中午时分 见宋氏不停地打哈欠 晓得下午是人家的私密时光 便极有眼色地告退 前往林玉珍的房里 伺候陪同林玉珍吃午饭 林玉珍见她进出都把方竹带着 便只随口问了几句就做了罢 林锦荣瞅了机会 说自己想见林士全一面 盘盘装脸 林玉珍对她管理自己的装脸 倒是没什么意见 况且见的也是足胸 并不是什么外难 便大方地硬了 林锦荣不客气地指使方竹做事 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尽快把消息给我送到 越快越好 随后安然地睡了午觉 待到一觉醒来 林士全已经进了门 坐在花厅里头等着她了 立志笑道 这可真是快 若是让其他人去送信 怎么也得再过一两个时辰吧 林锦荣挑了挑眉 不然我拿她何用 每个人都自有用处 并不是只有坏处 方竹的长处 不就是在内外院 传递东西和消息吗 自然要充分利用 林士全今日穿的促心 清灰色的园林窄袖衫子 虽朴素无华 用料做工却都很讲究 腰间挂着玉佩 质地也极好 身形挺拔 举止从容 半点不亚于林璐两家的子弟 林锦荣才见了 就忍不住笑道 三哥真是一表人才 第一次进你家门 我总不能给你丢脸 林士全上下 打量了林锦荣一番 见她眉眼间 已经褪去了青色 神色看着似还不错 却始终不放心 你还好吗 她带你如何 林锦荣之前不肯嫁路肩 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林锦荣垂头一笑 还好吧 反正就是过日子 不予多说 迅速转入正题 上次我们说过的茶寺 不知这段日子 三哥准备得如何了 林士全忙把自己 这段时间做的准备工作 说给他听 线下主要是扑面的问题 是租还是买 我觉着买下比租下划算 毕竟要做的改动太大 投入会很多 若是日后东家不肯再租 损失就大了 江南那边的茶寺 和平州这边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一个雅治 一间上等的茶寺 也有当街卖茶之地 但入内却是优雅的庭院 沿着长廊一路进去 隔坐无数间 宽敞明亮的雅士 明花明草 山水自画 悠香音乐 缺一不可 客人可请茶师 做分茶表演 亦可亲自动手 可以享受 也可以邀上一群人比试 这样的茶寺和一般的铺子 是完全不同的 租下一间铺子后 前妻所做的改动会很大 从长远考虑来看 自然是买比租划算 所以林世权的考虑 不无道理 林景荣却是早就有打算的 那如果我不打算 把这生意做太长久呢 只打算做五年 那是租划算 还是买划算 林世权一正 那自使租的划算 可为何只做五年 我有信心 把这铺子的生意做好 林景荣笑道 不是不相信三哥 你这些年可不比从前 给你一个钱 你有法子很快 把它变成两个 是吧 林世权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笑 都是四妹你 咱们不说这个 没意思 三哥觉着我好 我其实也离不得三哥 林景荣从来不认为 林世权的成功 全都是靠着他的帮忙 他给了林世权机会不假 但也和林世权自身的努力 和刻苦聪明 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之间是平衡的 互惠互利的 只他的真正打算 还不能和林世权明说 少不得借了 陆间的事情说道 我只是觉着 也许将来咱们 不一定会死守在这平州 米星读书还不错 林世权眼睛发亮 是啊 将来米星必然会考中的 平州这地儿 太小太偏远了 就算是生意再好 也不能好到哪里去 若是其他繁华地方 那可就不一样了 在平州这地儿 一个铜钱砸下去 要绞尽脑汁 才能变成三个 若是在江南附属之地 轻松就可以变成三个 林锦荣微微一笑 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要多存点钱 不能浪费一丝一毫 写气书的时候 三哥千万记着 要写五年 别给他们反悔台价的机会 五年之后 妾不论这铺子 会不会在匪乱中被烧毁 他也不能平白留给陆家人的 第189集 打算 论到租铺子 开铺子这种事情 林世泉如今可谓是 驾轻救赎 当下就和林锦荣商量 我之前看定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城南梁家的新宅 这间宅子修好以后 主人只住过一年 里头的结构不错 不需要做太大的改变 租金少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远 开张以后 估计得花点精神和时日 才能慢慢起来 另一个是城中猪家的铺子 这个有些老旧狭窄 翻新改装 很要花点钱 租借也高 但是地势好 人气足 四妹 你瞧哪一个比较合适 林锦荣道 我改个日子 去看一眼再说 从前是没有办法 如今却不同 他可以出门 那就不能再躲在背后 事事都依靠林世泉 须知再好再能干的人 也有靠不住的时候 只有自己才能靠一辈子 这茶寺 说到底 真正的用处 乃是他练手脚的途径 于是二人商量好 后日一同去看铺子 林世泉又说起 严谨地方于 请店户的事情 如果情况好 今年就可以种上庄稼 但平州青州 突然增加这么多的地 家家都要请店客 在这附近 怕是没有这么多人 得去附近的州县 请人才行 到时候少不了 要谈条件 要抢人 必须早做打算 你可有什么计划 这一片地 找什么人种 怎么种 都十分有讲究 如果不能盘算好 就等于白买了 这还好 离陆两家都是关户 不然光这些地 就要白上多少付税 便宜买入 大片的土地是眼光 但要经营得当 能赚钱 那才是能力 林世泉并不认为 林锦荣这个 只在庄子里 住过半年的规格女子 有本事做好这个盘算 也许她在生意上 获具眼光和魄力 但这可是重庄稼 于是善意地提醒她 要吸引人来种地 最主要的 还是租金的多寡 如今的行情是 一般的情况下 都是对分 即交五成的租子 没牛的小客 就交六成租子 如果连农具也无 那便要交七成了 四妹 你最主要的 还是要先把租子定下来 我才好去招人 林锦荣皱眉道 这租子也太高了些 有牛有农具的倒也罢了 那起什么都没有的 本来就穷 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 却只能得三成 那怎么能吃得饱 林士全不由笑道 若干年来 世人都是这个例 这还是在我们这里 若是在京城附近 便是四六和三七均粉 倘若又借更牛和农具 那便是二八 转念一想 林锦荣不可能 不知道这些惯例 不由挑了挑眉 四妹 你说说你的想法 从买下盐简地 到现在 也有好几年了 林锦荣不可能 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划 便笑道 其实 我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若干年来 大家都是这样 我也不能做那 破坏规矩的出头鸟 还是五成的租子 借更牛和农具的 各家半成 种子可以先借 收成后再还 三哥你觉得这样如何 不要小看着半成租子 和免费借种子 对于那种赤贫的人来说 简直是难得的好事 他见过许多人 越是有钱 越是吝啬 林锦荣一天到晚 想赚钱不假 但是他从来都有度 林士全眼里 闪过一抹温柔的光 声音不知不觉 越发地柔和下来 如此甚好 可知道今年该先种什么 该准备种子了 他必然是早就提前打听过的 但林锦荣也不想让他 太小瞧了他 别笑道 三哥就要瞧不起我 要不信 我们沾了茶水 写在桌上 他是否种的一样 林士全被他引得起了顽心 便叫荔枝作证 二人背转身 各摘了茶水 在矮基上写了 再回头去瞧 不由都笑了 写的都是 先种高粱 再种水稻 原来 盐碱地经过放淤之后 并不是一劳永逸 如果种植不当 还会反盐 从而影响收成 本来水稻最好 能起到边利用 边改良土质的作用 然而第一年的时候 土地尚未愈好 人手尚未请足 要提前愈秧 难度不小 故而只能先种旱地 然则 放育一般都是在四月之后 待到水退去后 再修整一番土地 也只能种点耐盐的高粱了 林士全很高兴 你怎会知晓 我这个下过地干过活的 也是因着和梅大佬爷走南闯北 又特意问过其他地方的人 才知道 你是如何知晓的 林锦荣只是笑 你是打听来的 我就不能打听了 这可不是沾重生的光 现在的他和从前 已经不一样了 他会有计划 又步骤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既然买了这地 自然就要让他发挥最大的作用 二人笑了一回 林士全要起身告辞了 呼得又想起一件事来 哦 差点忘了这件事 半个多月以前 吴二少去了香药部 让我转告你 你送去江南的信和东西 他都送出去了 保证会平安送达 要问你 等回信到了以后 是直接给你送过来 还是送去三婶娘那里 从前他也曾请托吴家 送过很多东西和信件 给杨末 可从来没有哪一次 会似这一番 吴香还亲自跑去 知会一声 说东西送出去了的 既不让人去林家送信 也不让人直接来陆家说 联想到那封信的内容 林锦荣由来就有些不安 少不得和林士全 刨根问底 他是特意去的 林士全想了想到 好像是吧 林锦荣又问 他跟你说了什么 林士全摇头 没说什么 就问我 我家是否还有亲人 留在江南 我将来是否还想回去 林锦荣只觉得脑人 一抽一抽的疼 那你怎么回答他的 林士全笑道 我和他说 在时还说不清楚 他就没再问 做了片刻 饭也不吃 就自去了 林锦荣捶了眼眸 将手里的茶盏 转了一圈又一圈 低声道 三哥如今 积存下的本钱 不少了吧 林士全不知 他为何如此问 却还是坦然的 是不少了 下次倘若吴香再问 你就和他说 等到刘儿长大些 要回去的 林锦荣道 我觉着 你应该在南边 置产了 不能在此处置产 那是情非得已 可若是在远处 只要你不说 就不会有人知晓 我不能靠你一辈子 你也不能一辈子 就这样替我做事 你该替自己 打算一下了 从他第一次 给林士全分红 到现在 已经是过了好几年 中间赚大钱的生意 做了好几笔 分红也是有很多次 虽然林士全手里 到底有多少钱 他不知详细 但大概也是有个数的 如今的林士全 已经是个财主 如果他愿意 早就可以自立门户了 但他从来没有提过 也不提去接刘儿的事 照旧的专心专意 尽职尽责地 替他做事 林士全愣了片刻 慢慢变了颜色 四妹你究竟想说什么 直说吧 不必失态于我 林锦荣暗叹了一声 低声道 三哥 你何必生气 你明知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算你现在要走 我也还离不得你呢 我只是觉着 你可以先置产 总不能真等到 足博百年之后 才翻身 况且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你一个有本事的大男人 不能总这样 我是真心的 林士全默了默 淡淡地道 既然我是一个 有本事的大男人 这种事情 我自然有数 四妹妹 你还是好生操心 你自己的事情吧 该走的时候 我自然会走 你现在不要和我说这个 不然我会认为 你是在赶我走 若没有其他事情 我就先走了 果然站起身来 朝林锦荣拱了拱手 转身就走 脸色还是很难看 三哥 你这又是何必 林锦荣无奈苦笑 快步追了上去 后日我是去铺子里找你 还是你上门来接我 在他心目中 林士全这个远房足胸 比林一只这个亲胸 重要亲近得多 他希望林士全 将来能避开这场灾祸 也希望他能在他的计划中 充当那个最主要的角色 只可惜根本不敢说出来 还恰恰戳中了林士全 最介意的地方 今日不成 那就只好 另外寻个时候 再劝他了 林士全缓了一口气 脸色稍微好看了点 自然是我上门来接你 林锦荣便善笑着道 那我送你到二门 话音未落 就听一个婆子 在门口谄媚地笑道 哎 总算是赶上了 二奶奶 老太爷让奴婢来传话 林三爷第一次上门 他要请林三爷吃顿便饭 您看 老头子这是要做什么 他的什么都想管吗 林锦荣下意识地 就产生了几分危机感 然而这可是给他和林士全面子 根本拒绝不得 只好堆满了笑容 表现得十分高兴 三哥 我陪你过去 林士全先前还有几分惊讶 这会儿却是完全平静下来了 十分沉稳地道 不必了 你去做你的事情 原也该我去拜访一下长辈的 是我失礼了 他正好去见见这位厉害的陆老太爷 那脖子就笑道 二奶奶您忙您的 老太爷事前有吩咐 让奴婢领着林三爷过去即可 这意思就是让他别去瞎餐喝 林锦荣不会为了这么件小事 就非得拗着来 却又长了个心眼 生怕是旁人假传圣旨设圈套 叮嘱让励志跟着跑这一趟 第一百九十集 跨步 容景居里 陆老太太转动着一串小叶子坛 精雕细琢而成的佛珠 半合着眼 听一旁林锦荣诵读经书 林锦荣的声音圆润柔和 表情认真肃穆 就连那只爱榨尾巴的大尾巴松鼠 也停止了吃松子 安安静静地蹲着 沙嬷嬷和素心更是悄无声息地站在一旁 仿佛入了定 一阵带着些暖意的微风 从窗口吹起来 先把藕合色的素杀帐满 吹得荡起一阵波浪般的涟漪 再把帐下的耀州青瓷 刻花草纹香炉上方盘旋着的香烟吹散 然后又把林锦荣额前的碎发吹得飘了起来 也不知外头林士全和陆老太也怎么样了 林锦荣口里还原熟自如地送着经书 眼神却随着这阵暖风飘散开去 落在了门边 陆老太太撩了撩眼皮 顺着她的眼神看了过去 门边什么都没有 只有黄梨木架子那只胆瓶里 供了只盛开的紫玉兰 陆老太太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 继续转动着念珠 无声地跟着林锦荣送经 待到送完一段 见林锦荣要翻书页了 便温和地道 今日就到这里吧 你累了一整日 还要来陪我这个老婆子 难为你了 往日里总是要读完的 今日被提前打断 约莫是发现自己走神了 林锦荣微微有些尴尬 不妨是 裂了心神继续送读 读到后头 原本有些焦躁不安的情绪 也跟着平缓下来 有什么可焦虑的 焦虑又有什么作用 陆老太爷总不能把黎世权给吃了 听到他的声音越来越平和 甚至有了一种韵绿之美 陆老太太满意地 案里点了点头 带到他送完经书 将手里的念珠交给他 道 二郎不在家 你一个人辛苦了 这串珠子 跟了我十几年 给你了 去吧 林锦荣手持着那串念珠 有些哭笑不得 他还那么年轻呢 这是要叫他在路肩不在家的日子里 修身养性 闲了就多送点佛经嘛 虽是如此想 还是将那串珠子 戴在了手腕上 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 到了掌灯时分 方竹才寄来送信 奶奶 林三爷和老太爷 一直喝酒到现在 两个人都有些醉了 是才老太爷 才让人安排了车子 送了林三爷回去 既然两个人都有些醉了 那就说明 陆老太爷 最少不讨厌林士全 日后林士全进出陆家 将会方便很多 林锦荣放下了心 打算等后日 见着林士全时 再问他今日 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方竹低眉垂眼地 束手立在一旁 安静不闻呼吸之声 林锦荣突然想试探试探 假如自己忘了让他退下 他会怎样 想当年 自己带他可是一直 恭恭敬敬的 就没试过这个 于是便装了 想事情的样子 半垂着头 一言不发 转眼一盏茶的功夫 就过去了 他还坐着不动 方竹也站着不动 荔枝在一旁看得莫名其妙 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却也不来打扰他 安静静地在一旁陪站 又过了月一盏茶的功夫 桂嬷嬷打起帘子进来 笑道 奶奶 老奴给您炖了银耳红枣 趁热吃吧 一时瞧见了这情形 摸不透音游 就把声音压了下去 左看看 右看看 林锦荣不好再装下去 方做了刚想起来的样子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瞧我 竟然想事情入了迷 让方竹在这里等了这么久 又怪荔枝 你也不提醒我 若不是桂嬷嬷送汤进来 岂不是还要一直发呆 让人一直站下去 荔枝委屈道 奴婢不是怕打断奶奶 想事情吗 做得好 再是长辈赏的人 再有体面 到底也是奴仆 总不能因着这个 就总偏让方竹 天长日久 再好再小心的人 也难免会生了娇慢之心 方竹笑笑 屈膝行礼 声音里半点火气都没有 不当事 奶奶太客气 奴婢惶恐不安 桂嬷嬷这才缓了口气 将银耳红枣羹送上了 笑道 奶奶想什么事 这样入迷 林锦荣捧定了碗 笑言言得道 其实这事 和方竹还有点关系 我只想着邀请你帮忙了 就没让你走 结果一想就想身了 给忘了 方竹表情不变 奶奶有什么事 要吩咐奴婢做的 林锦荣道 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看 今日我足兄来了 和我商量了一下 庄联的事情 这个太太是知道的 是 方竹侧耳戏听 人是她送信去请来的 来龙去脉 她当然清楚 只是林锦荣不信任她 到了花厅后 就找了借口 把她拾开了 所以林锦荣要她去做什么 她并不知道 只直觉不会是什么好事 林锦荣又道 我后日必须出一趟门 祖父和祖母都是应许了的 她还没来得及和太太说 我这会儿若是和她去说 总担忧她会认为我先斩后奏 不把她放在眼里 从而生了我的气 方竹 你长期跟在太太身边 太太直夸你聪明能干 你可有法子 既让太太嘴我出门 又不生我的气 出门和让人来家里 过问生意完全不一样 林锦荣必然不会轻易允许 但她势必要出这趟门不可 这种为难花力气的事情 就交给能干的方竹去做了 方竹的脸上 就露出一丝为难来 这差事不好办 林玉珍的脾气 果然是林锦荣说的这样 如果林锦荣不事先取得 老太爷和老太太的允许 林玉珍完全有可能 不许林锦荣出门 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 也许是觉得 要摆摆婆婆的威风 而如果林锦荣 先得了两老的同意 再去知会林玉珍 那么林玉珍 无论如何都会不高兴 觉得林锦荣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定会百般刁难 但这差事必须办 她刚进林锦荣的门 林锦荣让她办差 她若是办不好 定会被看清 日后又怎得林锦荣的信任 可若是去办这差事 就意味着林玉珍 所有的怒火都要她来扛 林锦荣打量着方竹的神色 失望地叹了口气 唉 你也没法子 我还以为你一定有呢 这可怎么办才好 昨儿母亲把钱给我的时候 我真高兴呢 还想着今后不管对内对外 都有帮手了 唉 听了这话 方竹迅速下定了决心 奶奶若是放心 就让奴婢先去试试吧 成与不成都要去试试 不能推脱 林锦荣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你打算怎么做 方竹轻言细语地道 奴婢没有其他本事 就是老实忠心 太太最知道 不过是一桩小事情 太太向来体贴人 不会计较 林锦荣便含笑道 那辛苦你了 我等你好消息 方竹一丝不苟地行了礼 稳稳当当地退下 脚步声都听不见半点 算着她月末已经出了门 桂嬷嬷方道 奶奶 您信她 林锦荣一笑 不信她信谁 还有比她更适合 同太太打交道的人选吗 桂嬷嬷道 她是太太给的 又怎会帮着您 还不是太太怎么说 她就怎么做 果真要想出门 又不想惹太太生气 还不如去找大姑娘 请大姑娘帮忙和太太说说话呢 那就看她是真聪明 还是假聪明了 我管她怎么做 我只要看结果就好 林锦荣脸上的笑容越发浅淡 嬷嬷一直都觉得大姑娘很好 桂嬷嬷虽不知 她和陆云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到底陪逝了她多年 晓得她有些不高兴了 忙道 这家里论起来 就是她和太太 和咱们最亲近了 林锦荣道 你说的没错 那么嬷嬷觉得 对于你来说 最可靠最亲近的人是谁 可以是桂园排在最前头 但不能是林宇珍和陆云 排在她前头 桂嬷嬷脸色微变 有些慌乱的道 奶奶 对老奴来说 当然是您最可靠 您是老奴一辈子的依靠 她这话是真心实意的 就不明白为何 她只是一个好心的建议 就引得林锦荣问这样的话 虽然陆云爱赏赐她 但都是光明正大的 没有刻意瞒着谁 她也没有过收了东西 就起二心这种事 林锦荣没有心思和她绕圈子 直截了当地道 嬷嬷记得这个就好 你们都记着 除了我 这家里的主子们 再也不会有人 带你们这样好 现在他们带你们再好 也只是因为我 笨不可怕 怕的是笨了 还要装聪明 你们下去后 自己好生想想 桂嬷嬷脸白如纸 修了老脸 有些亮呛地退了出去 立志担忧地道 奶奶 这样不好吧 桂嬷嬷会伤心的 她是个好人 也一心一意为了您 林锦荣捶着眼 把碗里的银耳羹吃了 轻声道 我有数 心再好 不会办事也会害死人的 我若是不能先 把自己房里管好了 又怎么去管外头 不要笑死人了 我能管他们 正是因为心里还有他们 若是心里已经没了他们 就不会再管他们了 立志叹了口气 找到躲在房里 抹眼泪的桂嬷嬷 将林锦荣后头这话 同桂嬷嬷说了 桂嬷嬷默然做了片刻 抹干了眼泪 不哭了 只让立志帮忙 把陆云赏的东西 收集在了一个箱子里 放在一旁上了锁 不知方竹是怎么 同林玉珍说的 一日清晨 林锦荣去给林玉珍请安的时候 提了此事 林玉珍虽然不太高兴 却也没有发作 淡淡地硬了 林锦荣才不管她高兴不高兴 只知道万事开头难 独自出门这件事 她总算是跨出了第一步 第191集 人情 处于平州城正宗的庆阳街 是平州城最繁华 最宽敞的街道 林锦荣的香药铺子 就在这条街上 地点不是很好 甚至有些偏远 铺面也不算大 但是十分清爽 黑底金字的招牌 漆的蹭亮的柜台 商货摆放整齐 一目了然 四处无尘 窗下桌上 恰到好处地 点缀了鲜花盆景 就连招户买卖的管事和伙计 都穿得十分干净整齐 笑容也是恰到好处 林锦荣带着紫罗面目 站在铺子里 默然观察了一回 满意地跟着林锦荣 入了后院喝茶 他这是第三次来这步子 前两次都是跟着陶氏来 只是蜻蜓点水一般 匆匆看看就离去 并不曾经过后院 今日既然来了 少不得要把林锦荣 盘踞着地儿 给看仔细了 后院不大 又是林锦荣 日常起居的地方 又是提供整个步子 运转的地方 十分拥挤 可即便如此 也照旧保持了 和外界一样的风格 窗明几净 花红叶绿 清爽宜人 林士全在一旁瞧着 见林锦荣眼里 露出满意的神色来 不由也有几分欢喜 轻松 便引他去日常 招待客人歇息 谈生意喝茶的雅士 众人马上就来 先去里头喝杯茶 吃点果子 林锦荣就笑 你请我 难得你请客 林士全不由笑道 说得我好像很巧气似的 明明是没有机会 入了座 林锦荣少不得问话 前日老太爷见了三哥 都和三哥说了些什么 林士全苦笑道 盘根问底的 问了许多问题 除了想要不止 又问茶寺和玉帝的事情 还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 你和他提过茶寺的事情吗 林锦荣笑道 当然提过 不然你以为我怎会坐在这里 林士全认真道 老太爷为人不错 至少是真心希望你们好 你莫要惹他生气 林锦荣第一声道 我知道 他现在最不能得罪的人 就是陆老太爷了 林士全沉默片刻 小声道 四妹妹 你那天的那个提议 我后来想过了 觉得你是对的 早至晚至都是一样的 既然林锦荣坦荡 他又何必拘泥于这些 林锦荣见他总算是想开了 由不得松了口气 那三哥是打算在吉州制产吗 林士全道 不去吉州 那边没什么好留恋的 我想不如搬去生州好了 他是土生土长的吉州人 生母娘家也还在那里 可是也还有几家亲戚住在那边 人多嘴杂 时事不愿意回去 生州却是陶凤祥 开店制产的地方 若是他在那里制产 还有个照应 林锦荣捶眸响了便可 低声道 这样也不错 上次吴湘不是问你 我的回信来了以后送哪里吗 三哥替我回答他 让他送到这里 再由三哥转交我就是了 他是没有机会 倘若有机会 他一定会拉着吴湘 问个清楚明白 他到底干了什么好事 也只有他这种人 干了坏事还不藏着 林士权见他如此小心 不由皱起眉头来 心想难道他在陆家 就过得如此的艰难 连让人送封信上门去 都是不放心的吗 本想问他几句 可话到了嘴边 却又忍住了 林锦荣却四知他所想 主动解释道 吴湘和杨默一直不得 姑母喜爱 他们之间有点小过节 若是陆坚在家 倒是不怕 现在他不在家 我自然不能多惹事 这倒是对的 林士权虽不再把此事 放在心上 一些疑忆地和林锦荣 说起生意上的事情 和刘儿的一些趣事来 说了一回闲话 喝了两寻茶 中人赶来 先引着二人去瞧了 朱家的步子 又引二人去瞧梁家的宅子 林锦荣才意见了梁家的宅子 就明白林士权为何会考虑 用一间普通的民宅 来改做茶寺了 梁家的房子当街 门口的街道宽阔幽静 全然不用担心 马车进不去 停不下 进去之后 轻时小静曲曲折折 道旁花木浮书 青砖灰瓦 粉墙洁净 浊朴安静 明明是普通的花木 房屋建筑也不曾如何精心雕琢彩绘 却偏生露出一种 与众不同的古朴清幽之美来 林锦荣赞赏得道 好地方 心里就有些啃了 就这地方合适 文人世子们不就是贪图一个青雅吗 就算是林三老爷这样的渣渣 招呼呼朋狗友出去吃喝玩乐的时候 也喜欢找个清静雅致的地方 这里不当街又算得什么 经营得当 查价还可以更高 那中人虽然不能见他的容貌 却从他声音中听出点意味来 盲笑道 奶奶是个哑人 后头还有更好的 小的领你去瞅瞅 保准你喜欢 后头其实不过是个安静的小花园 种了好几株品种不一的玉兰树 此时白色的玉兰即将凋谢 紫玉兰却开得如火如荼 黄色的玉兰则是含苞待放 树下绿草阴阴 一网不大的青池映着蓝天白云 和前面一样的风格 不精巧不名贵 但是赏心悦目 林锦荣便给林士玄使了个眼色 表示自己喜欢这里 林士玄脸上并不露出任何神色来 粉到开始挑剔着宅子 我还以为有什么好的呢 不过就是一些寻常的花木而已 这样的园子四处都可以见到 也好意思要这么多的钱 这可是新宅子呢 正是因为寻常的花木 所以要价才低 住着这样的宅子才安心呀 又好看又不怕损坏了被索赔 挑货是买主 那中人经验丰富 不但不弃 反而越加兴奋 林锦荣领了荔枝和樱桃 在玉兰树下的石桌上坐了 听那二人一个漫天要价 一个就地还钱 斗智斗勇耍嘴皮子 讨要人情 一会儿这个要价太低 让人活下去了 一会儿那个又说细水长流 听得双目含笑 神清气爽 带到谈妥 那中人飞快跑去准备砌书 林士玄过来笑道 四妹你难得出来 不如趁这个机会 我详细地和你说说 江南那边的茶寺是怎样的 咱们好生商量一下 该怎么布置这里 林锦荣正有此想法 便与她折回去 从门口开始 每行及时远 就停下来商量一回 待到商量妥当 又与那中人把手续完备了 天色已经不早 林锦荣本来有心 顺道回一趟娘家的 见天色晚了 也不敢在外久留 急匆匆和林士玄交代了几句 转身就走 才刚上了马车 林士玄又追了上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四妹妹 这件事你和二郎说过吗 虽然是林锦荣自己的装脸 陆老太爷也是知道的 但最该和陆坚说一声才是 林锦荣一正笑了笑 我会和他说的 谢谢三哥提醒 马车行道半途 想起林玉珍早几日 曾念叨过五丈楼的素面 又直奔五丈楼 去买素面和素粥 赶到晚饭前回了陆家 才换了衣服 就直奔容景居 这个点儿 陆家的女眷们 不出意外地 都凑在容景居里 每次这种时候 都是二房最风光 最踏实的时候 圆郎和浩郎 在陆老太太西闲 撒娇卖乖 宋氏和吕氏 幸福骄傲地笑着 林玉珍唇角 含了几分讽刺的笑意 坐在一旁 布什和沙嬷嬷 露云说两句话 图氏则是带了几分落寞 坐在角落里 一言不发 林锦荣的出现 总算是给了落寞心酸的大房 和三房几分慰藉 接过林锦荣捧上的五丈楼的素面 林玉珍的心里带了几分欢喜 故意不以为然地道 阿荣 你出去是办正事 怎的还有闲去买这些 林锦荣笑道 难得出门 现在天越来越燥 吃点素面和素粥舒服 宋氏含笑道 早知道阿荣要出门 我也该和你一道的 听说你母亲的那家铺子 心尽进了一批衣料 正好去瞅瞅 该做下衣了 林锦荣不知她要坐肾 便笑道 我近日倒是没去别处 就是去了自家的香药铺子一趟 二婶娘若是看得上 云锦记的衣料 明日我就使人回去说 让他们照着好的别致的 挑些送过来 给你们选 呼听吕氏笑道 正好家里不是都该做下妆了吗 不如叫他们连着下头人 做下衣的衣料 一并送过来吧 不等林锦荣开口 就好心地和宋氏道 婆婆 我替阿荣讨这个人情了 自家亲戚就开了铺子的 何必便宜了其他人 宋氏笑道 瞧你 难道我会不答应 和谁买不是买 自家亲戚还更放心呢 是吧婆婆 陆老太太还未开口 林锦荣就笑道 多谢大嫂好意 但你们也是知道的 我母亲的那个铺子太小 卖的衣料全是我娘家表哥 精挑细选 从江南那边弄来的 并不多 一样也只不过吉匹 若是长辈们想做几身新鲜衣服穿 倒是可以 全家上下的下装呢 那就做不成了 宋氏和吕氏自己也有铺子 凡是陆家所需之物 能从他们铺子里过的就不会放过 只要价格合理 东西好 陆老太爷和陆老太太并不过问 他们婆媳这是商量好了 来送他人情 但林锦荣和他们不同 许他再多的利益 他也不会让陆家的家事 沾染上陶氏和他的铺子 这个是必须分清的 吕氏还要再劝 林玉珍也觉着不赚白不赚 陶氏再不得他喜欢 也是娘家嫂嫂 陆老太太淡淡地道 既然铺子小 那就算了 一锤定音 众人便都沉默下来 第192集 分工 林锦荣回了房 便命荔枝背了文房四宝 提笔给陆间写信 荔枝眼看着信写完了 就又出主意 奶奶 您不起手给二爷做两身下衣 明日左右都要叫人送医料来的 把医疗一起挑了吧 进门这么久 就没见林锦荣动过针线 给陆间做点什么贴身的衣物 袖囊 鞋子之类的东西 真是懒得可以 多挑鞋 连着七少爷的一起做了 林锦荣也没拒绝 你去看看方竹走了没 让他进来 天还早 他哪里就舍得回去了 见他肯坐 立之心里欢喜 忙快步去寻方竹 少请领了方竹进来 林锦荣已经将信封了 林锦荣把信交给方竹 明日就让人送去给二爷 带了回信回来 我想给太太做一身礼仪 你记得去问问太太的尺寸 再帮我选些 太太平日里喜欢穿用的布料 方竹双手接了信 正要告退 林锦荣却不放他走 将宋氏和吕氏向自己示好 却被自己拒绝的事说了出来 问道 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方主很吃惊 林锦荣就会问自己这样的事情 想了片刻苦笑道 奶奶倒是不贪图那点私利 想要站得直行地稳 不让人说道 可您此番算是得罪二太太和大奶奶了 此前就宋氏婆媳二人 行动一致 又有老太爷的默许 自不用担心有人说什么 心安理得的一起发财 现在突然来了林锦荣 不跟着他们一道发财 还不是一伙的 又怎能叫他们心安 但这话方竹却是不敢和林锦荣明说的 谁知林锦荣却顺着她的话风点头道 所以我们要小心了 你经常在外院行走 着意些 小心些 听到什么 记得赶紧来和我说 可不能因为我 拖累了太太和大姑娘 是 方竹又吃了一惊 原来二奶奶不是不懂 表了几句忠心 告退出去 立志端了茶给林锦荣 奶奶为何与她说这个 她不可信 至少目前是不可信的 林锦荣一笑 我不是说给她听的 也不是信任她 是信任大太太和大姑娘 这种时候 她和李宇珍录云就是一伙的 信任方竹就是信任他们 多几双眼睛和几双耳朵 不是更好 立志皱着眉头想了一回 微笑起来 手脚利索地去给林锦荣添水 林锦荣含笑看着她 想通了 立志使劲点头 想通了 我们也得小心起来 林锦荣低声吩咐 从明日开始 我打算让樱桃和桂园 跟着我一起在外行走 你和豆尔留在家里 该怎么做 你明白 樱桃的表现一直都还不错 就是年龄稍微小了点 但也该历练了 至于桂园 压制了这许久 是时候该让她发挥才干了 看家统筹安排杂事 应对上门的客人 这从前都是桂嬷嬷的事情 突然换作自己 架空了桂嬷嬷 只怕桂嬷嬷和桂园 都会有想法 立志有些犹豫 那桂嬷嬷那里 林锦荣站起身来 不怕 我这里亲自去和她说 豆尔那里你多上点心 以后她会是你的好帮手 老实人分很多种 未必老实就好用 桂嬷嬷这样的身份 和这样的脾性 已经不适合 给她看好后院了 豆尔也是个老实孩子 可那是真老实 每次谁给多少赏赐 每天谁进出这院子 留了多久 说了什么 都会一五一十地 告诉林锦荣 绝不会刻意隐瞒 或是带了好恶去说谁 影响她的判断 林锦荣房里的几个人 除去桂嬷嬷身份不同 独自占了间厢房外 四个丫头 都是两个人一间房 桂园本来是和立志住一处的 也住了很多年 但自她去了陶氏那里 再回来后 感觉就不一样了 立志就像她头上的一座山 随时随地都在提醒 她的岌岌可危和不受宠 因此她并不喜欢留在房里 也不喜欢去寻挤占了她位子的樱桃 或是原本就比她低了一等的豆儿 而是一有空闲就往桂嬷嬷房里钻 闷着头做针线活 桂嬷嬷进来也有些失落 那种失落的感觉难以言表 虽然还是到处忙碌 但回到房里时 仍然免不掉地伤心寂寞 于是也爱悄悄地和桂园倒倒苦水 感叹一回 母女二人倒是比从前更亲密了许多 林锦荣去的时候 她母女二人正在灯下做针线活 见她独自进去 没有带荔枝 不由又惊喜又激动 桂嬷嬷飞速收拾干净桌子 桂嬷嬷飞速去端了茶来 奶奶今日怎会有空过来 林锦荣笑道 都坐下 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桂嬷嬷坐了 桂嬷不敢坐 林锦荣也不勉强她 道 这里的情况和家里的不同 我仔细想过了 咱们院子里的分工要改一下 虽说是奴随主便 但你们一个是我的乳娘 一个跟着我一起长大 情分不同 我想先和你们透个底 说完就停了下来 含笑看着她母女二人 桂嬷立即睁大了眼睛 带了几分西记 桂嬷嬷却要哭死地 脸色白了几分 滴滴地道 奶奶您怎么安排 奴婢就怎么听 她早就已经有预感了 很早以前 她就在林锦荣面前 说不上话了 原本还想着 到了陆家 能努力一把 重新得回信任和倚重 如今看来 还是不成了 林锦荣含笑道 从明日开始 荔枝不再给我出去 留在家里应对 有什么事 嬷嬷可以和她多商量一下 不能处理的 留着我回来再处理 这是客气的说法 其实就是让她以后 要听荔枝的 这院子里 要以荔枝为主 虽然有心理准备 桂嬷嬷还是难过到了极点 眼泪差点夺况而出 林锦荣看得分明 韩笑握了她的手 温和地道 嬷嬷年纪大了 总不能让你日夜辛劳 以后就专门给我做吃食 照顾我吧 还是你做的东西味道最好 我最放心 桂嬷嬷擦了擦眼角 哽咽道 好 还能怎样 林锦荣已经亲自来寻她 单独和她说这些了 若是再不顺着往下 便是不时抬举了 林锦荣这才看向一旁 焦躁不安的桂员 你从明日开始跟着樱桃一道 随我外出 啊 桂员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 也就是说 她取代了荔枝从前的柴事 随时在林锦荣身边 各房各院地去 又露脸又体面 这可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林锦荣含笑道 怎么 你不愿意 桂员又怎会不愿意 立即就跪下 给林锦荣刻了两个响头 激动地道 奶奶 上刀山下火海 单凭您一句话 林锦荣亲手扶起她 不要你上刀山下火海 只要你规规矩矩办事 忠心耿耿 妥妥贴贴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我瞅着你的衣服也有些少 明日就跟着挑点衣料 多做两身合适的吧 见桂员重新得了重用 桂摩摩脸上的悲涩 顿时冲淡了不少 心里那点不平和不安 也淡了几分 更多了几分踏实 当下领了桂员一道 认认真真地表了态 奶奶您放心 老奴一定会和荔枝多商量 把家看好的 林锦荣笑道 我当然放心 莫莫绝不是那种刁钻古怪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 从明日开始 莫莫的月钱 除了家里给的以外 我再多给你一罐 你手里也宽裕些 桂摩摩要推辞 林锦荣止住她 我给你的 你就安安心心地拿着 安安心心地用 从这日夜里开始 林锦荣房里的丫头婆子 除了按着陆家的惯例 领用月钱外 又得了林锦荣 私底下添补的一份月钱 桂摩摩一贯 方竹桂圆 荔枝每人六百钱 樱桃和豆尔 每人四百钱 就连开门的张婆子 也得了两百钱 这是固定的 林锦荣又许诺 每人每计 多添两套衣物 逢年过节 另有赏赐 一时皆大欢喜 人人都卯足了劲 想把她吩咐下来的活做好 自此 樱桃多了一项任务 每天 总是揣着两个大荷包 一个装满了伞钱 一个装满了糖果子 每逢林锦荣在针线房 或是与宋氏屡试一道 商议处理事务的时候 她就脸上堆满了笑 去找其他院子里的丫头们 说话吃零嘴 慢慢地 年龄和她差不多的小丫头们 都给她混熟了 桂圆尽职尽责地 跟在林锦荣身边 端茶地水 又不怕吃苦 又不怕受累 表现得十分妥贴 林锦荣慢慢地 就分派她独立去做一些小事 或是配合荔枝去做一些相对紧要的事情 而方主则是照旧地跟在林锦荣身边 跑进跑出 多得以重 林玉珍和陆云对这种情形 十分满意 林锦荣也十分满意 她的生活十分有规律 早起先去林玉珍那里问安 然后去宋氏的院子里旁听家务 中午陪林玉珍吃饭 睡个午觉后去针线房坐坐 和徐嬷嬷闲道几句 请针线房的人吃点好吃的 回来带着针线活去陆老太太那里 陪着陆老太太或是说说话 或是诵读一下经书 侍奉陆老太太吃晚饭 晚上回到房里 看看账簿和书 写写字 又和林士全通通信 说说生意上的事情 日子过得充实又自在 转眼过了粤语 陆坚却除了那日 回了她一封信以外 不曾归过家 林玉珍坐不住了 第一百九十三集 一雾 已进四月 马上就要立夏 天气一日比一日热 林几荣将几只半开的 新鲜月计插了平 放在黄梨木架子上 左右打凉 小夕翼翼地 用剪姿剪去多余的枝叶 林玉珍在一旁捧了茶吃 看着她不紧不慢 闲心满满的样子 由来就有些生气 眼瞅着就要立夏 你的夏衣感知出来没有 自家男人一去这么多天 只回了一封信 就从没回来过 又不是有多远 她怎么就半点不着急呢 真是没出息 林几荣笑道 母亲不是穿上了吗 可还好穿 林玉珍身上穿的 正是林几荣亲手剪裁 亲手缝制的礼仪 说实话还真好穿 拿人的手短 吃人的嘴软 她的语气 由不得的就好了些 我问你的是二郎的 你不是给她做衣服了吗 马上就要立夏 你赶紧坐出来 让人送去 问她回不回来赢下 林几荣就到 还差一点 我最先做的是您的 抓紧了 快给她赶出来送过去 针线房里的活计都出来了 你的还没做好 林玉珍心里又舒服了些 认真地教导了一番 她的心里很矛盾 又怕林几荣和陆坚走得太近 何其伙来忘了自己 又怕林几荣被陆坚嫌弃 生不下儿子 孙子 她迫切需要一个孙子 于是她盯着林几荣的小父 你的月事还正常 林几荣微微一笑 正常 便指了指身边的凳子 过来我和你说 林几荣放了茧子 过去坐下 母亲只管吩咐 林玉珍皱起眉头来 上一次 桂嬷嬷不是给你熬药 调理身子吗 怎的这个月就不熬了 你还要继续调理才是 林几荣垂了眼眸 姑母 其实我很好 林玉珍不能告诉她 自己很急 只好道 等二郎回来 我会让她经常回家 又不是有多远 多跑两她会怎样 你也要下点功夫 早日开枝散叶才是 林几荣微微红了脸 这不是才两个月都不到吗 不急 林玉珍气急 用力戳了她的额头一下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二婶娘和大嫂 为何那么嚣张 就是因为他们有儿子 嗯 林几荣硬了 顺手拿了扇子 给她扇着 听说这几日 二叔父和大哥 都在外头招电户 好几日没回家了 二婶娘和大嫂 这几日心情都不太好 林玉珍眠了眼道 他们又为难你了 有了方竹 其实这些琐事 林玉珍和陆云都知道 林几荣心里清楚得很 也不戳破了一阵 只笑道 那倒没有 我只是听说 做夏装这批衣料 都是从王家铺子进的 并没有从二婶娘的铺子里过 西里一直就有些担忧 宋氏和吕氏 自他那日 拒绝了他们示好之后 安静了很久 仿佛撇清似的 见衣料的时候 也是从旁人那里进 你这是挡了他们的财路了 林玉珍就冷笑 从前这步 一直就是他婆媳二人 做手绞进的 你别看夏人的衣服 是隔年做 这么多的人 常年累月下来 也是不少的一笔 若非你 此番他们就有得赚 这还只是个开头 往后你管得越多 越能干 他们就越恨你 他的脾气我知道 你别看他笑得这么好看 等你不防备的时候 他就会突然来刺你一下 叫你防不胜防 一边说 眼睛瞟向林锦荣 观察他的神色 林锦荣微微一笑 我即便不成 不是还有您坐镇吗 两个人这段日子 没什么冲突 林玉珍也很满意 林锦荣对方竹的态度 听了他这话 虽不以为然 却也没做其他怪声 只背着一打岔 就光想着 要去找找二房的破绽 就没闲心再去管林锦荣 我这里不要你伺候了 回去给二郎做衣服吧 等林锦荣才出了门 林玉珍吩咐方竹 去将陆云叫过来说说话 陆云近来有些懒带 越来越不喜欢出门了 他多少知道点原因 任由是谁 这个年纪了还不曾定亲 总是或多或少的 都不愿意露面的 他少不得要找点事 给陆云做 省得陆云闲了 就胡思乱想 林锦荣回了房 荔枝正在细细缝制 路间的袍子下摆 见他回来 忙放了手里的活计 服侍他静了手 递过针线 奶奶不能再拖了 实在樱桃厅说 三太太节十日 就偷偷命人 给二爷送了两套 下一鞋挖过去 都是他亲手做的 林锦荣一笑 低头给陆坚缝制礼 二爷不会怪我的 我哪有三太的嫌 他指不定早就开工了的 立志愤愤不平地道 三太太也是 他若是要送东西给二爷 也该过来问一声 问问我们 是否有要一起带去的 您的钱福没赶出来 那鞋袜不是赶出来了的 他这样 好似故意显着年 没他亲过二爷似的 他心里还有几分不平 路间去了这么久 也不知回家一趟 这是故意亮着林锦荣吗 林锦荣笑道 你管他怎么做 咱们又不是要和他比 也比不来 有着生气的闲功夫 不如早点把这衣服做出来 立志本来还想宽慰他两句 但见他果然真是平平静静的 并不放在心上 心情自然而然的 也就跟着平和下来 专心缝制衣服 这一做就做到了半晚时分 把最后一针缝完 励志轻松地提起衣服来 给林锦荣看 奶奶 你瞧怎样 也不知道二爷穿起来 合身不合身 话音未落 就见陆坚站在门口 静静地看着这里 静得赶紧将衣服放下去 结结巴巴地道 二爷 这人真是说不得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才刚说到陆坚 陆坚就悄无声息地回来了 少不得愿怪 看门的张婆子 竟然都不吱一声 想着非得把这张婆子 好声敲打一回才是 林锦荣没了一瞬 将手里的针线放下 起身转了过去 陆坚背着光站在门口 一双眼睛黑幽幽地 静静地看着他 脸上并看不出 什么特别的神色 见他看过来 也不说话 林锦荣站开一个 灿烂的笑脸 迎上去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也不提前 让人来说一声 临时起意 才进门不久 陆坚硬颈似的 翘了翘唇角 缓步走进去 目光落在桌上 两个针线篓 一件压青色的外袍 已经完工 正是适材 荔枝提起来的那件 另一件白色的 罗智礼衣 针还戳在上头 还没做完 正是林锦荣 适材在做的活计 荔枝连忙 给林锦荣 使了个眼色 快步出去 安排晚饭和热水 顺带把人 交到角落里 狠狠责骂了一顿 张婆子委屈得要死 那不是刚开了口 就瞪了我一眼 不许我发声吗 看着就是一肚子的气 我哪敢往上凑 林锦荣见陆坚的目光 落在桌上 再看看他身上 那件爱绿色的裸袍 记得自己替他收拾的 衣物中 不曾有过这样一件 立刻就晓得 这多半是图示做的 便不动声色地 提了那件 玩了工的袍子 笑道 给你做的衣服 太仓促 忙不过来 财是我财的 缝是离枝缝的 你试试 能不能穿 陆坚没说话 倒是配合地 站在那里 没有动 林锦荣提了袍子 给他穿上 接了那件 图示做的裸袍 在手里 假意道 咦 你这件袍子 好似我不曾见过呢 陆坚扫了他一眼 淡淡地道 是三婶娘做的 半个月前就送过去了 要知道他会送衣服过去 我该请托他 顺带将新做的鞋袜 先带去给你的 林锦荣漫目惊异地 说了这话 将那袍子 搭在衣架上 回身给他整理 身上那件袍子 你动动手臂 陆坚果然动了动 却不表示 是否合适 林锦荣觉得 他这是回来 给他找气瘦的 耐着性子 好生好气地道 合适吗 一般 路肩慢悠悠地 将袍子脱下来 指着袖口道 袖口小一点 不方便写字 哦 我这就改了 鸡蛋里挑骨头 他踩的衣服 还会有错 林锦荣比划了 图示那件袍子一下 故意问他 这件要不要一并改了 路肩斜过眼 看了他一回 淡淡地道 不必 然后就在桌前坐了下来 看着那件 做了一半的礼仪 不说话 林锦荣吐出一口浊气 倒了一杯茶递过去 我手脚慢 这礼仪还没做好 要不你先试试 什么地方不妥 我也好改 第一次给你做衣衫 有些拿不准 要挑剔 就挑剔个够吧 路肩收回目光 搓了一口茶 站起身来 张开手臂 给他比划 你这些日子很忙 嗯 林锦荣又怎会不知 他的礼仪该怎么做 一边在他身上比划 一边也学着他的样子 淡淡地道 二爷也很忙吧 我都不敢打扰你读书 先前姑母还说要使人去请你回来赢下呢 路肩正想说话 突然觉得手臂处一阵刺痛 由不得的就缩了一下 林锦荣惊慌失措的道 哎呀 对不住 这针怎生戳伤了你 戳到哪里了 疼不疼 我看看 路肩抿紧了唇 将袖子挽起地过去 给他看 林锦荣盯了片刻 舒了口气 还好 没戳出血 路肩的一双眼睛 死死盯着他 阿荣 你是故意的吧 第194集 疙瘩 林锦荣惊讶地道 好端端的 我唇你作甚 你又没招惹我 路肩的眉头微微促起 看着他不挪眼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林锦荣一眼睛 都不眨地看着他 真不是故意的 你要是不信 不解气 也戳我一针好了 边说边递上了针 将自己的手臂递上去 路肩垂下眼眸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 你戳我一针 我再还你一针 也亏你想得出来 林锦荣翘了翘唇角 不再说话 将针线放好 把那件新做好的袍子 铺平了 学了尺子和画粉 刷刷两下画好 拿起剪子就剪 恰好荔枝进来 不由下白了脸 三步并坐两步 飞快地前往拦住林锦荣 奶奶你要做甚 好端端地做了那么久 为何要剪了 林锦荣淡淡一笑 二爷嫌不好 嫌不好就干脆别穿了 他也是有脾气的 荔枝停下手看向陆间 陆间沉默片刻 道 我不是嫌不好 只是觉着稍微大了点 要是麻烦就算了吧 我穿着出去会客 也很不错 话还未说完 咔嚓一声响 林锦荣的剪子 已然剪了下去 三两下就把该剪的地方 都剪了 屋里一阵安静 林锦荣坦然自若地 翻整着衣服 这般大小应该合适了 陆间的脸色 又难看了几分 荔枝眨了眨眼 打岔道 热水松来了 二爷是想要 现在就关系吗 陆间好半天才道 是 林锦荣自往屏风后 去给他准备 灌洗用具 荔枝捏手捏脚地 跟进去 小声地道 奶奶 二爷说他要洗澡 洗马回来的 全身的汗和尘土 林锦荣便停了手 出去问陆间 荔枝 你回来以后 给长辈们请过安了吗 陆间正垂着眼 不知想些什么 听见他问 方抬起眼来看着他 眼神有些迷茫 似是不明白 他为何突然 又和颜悦色了 读书读傻了吧 还是一路吃灰吃多了 憨了 吃饱了 没事做 坐着发什么呆 不如不回来 还好些 林锦荣一边付匪 一边道 若是还不曾 不如先洗八脸 去请安问好 回来以后再洗 省得又要等头发干 耽搁太久不好 陆间起身 往屏风后去 祖父那里 已经去过了 祖母和母亲那里 先洗了再去 你帮我找找换洗衣服 晚饭也回来吃 荔枝悄无声息地 退了出去 把门关上 交代了樱桃和桂圆几句 自去找长寿打听 到底是谁招惹陆间了 怎的一回来 就不阴不扬的 林锦荣将陆间的 换洗衣服收拾妥当 走到屏风后 将衣服搭在衣架上 道 要我帮忙吗 陆间背对着他 嗡了一声 林锦荣走到他背后 替他把头发打散 先洗头吧 陆间没吭声 只背脊有些僵硬 林锦荣默不作声地 替他把头发洗好 擦干水 随意将一根簪子 挽定了 正准备出去 又听陆间道 阿蓉 再帮我擦擦背 林锦荣只好 又捞起澡盆里 泡着的丝瓜瓤 用力给他搓背 才搓两下 陆间的背就红透了 他也不吭声 半闭着眼 任由他搓 林锦荣又使劲搓了几下 不见他有反应 也就觉得无趣 手也酸了 动作就渐渐轻了下来 呼听陆间道 你那些严谨地的店户都找好了吗 我听人说许多人跑到附近的州县去招人 有些跑了老远也找不到 我和先生说好了 这次会在家多留几日 我去看看吧 林锦荣道 不用担心 你专心念书就是 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 人已经朝起 种子也都买好 只待放鱼之后就可以开工 过完夏至你还是回去吧 念书才是大事 陆间就不再说话 林锦荣也不说话 屋子里只有水生 林锦荣算着差不多了 便将丝瓜嚷一扔 剩下的你自己洗吧 才刚转身 就被陆间扯住了手 林锦荣回头 但见他眼睛盯着屏风 阿蓉 你这些天可还好 林锦荣一笑 很好 你呢 我很好 陆间停顿片刻 道 阿蓉 你可想要我回家 林锦荣由不得地 笑得更灿烂了 想啊 只是不敢饶你 要识大体嘛 读书最紧要 陆间握住他的手紧了紧 慢慢又松开 你去吧 不多时 陆间披了衣服出来 林锦荣便去将门开了 让人进来收拾 少请收拾完毕 荔枝看向林锦荣 朝他识眼色 奶奶 今晚的晚饭是回来吃吗 二爷说回来吃 林锦荣心之有意 便跟了他出去 道得外见 荔枝小声道 刚为了长寿 说是上次 收到你写的信 还很高兴 看完以后 不知怎的 就有些不太高兴了 然后又赶了风寒 病了几日 让人带过信来的 这个月 三太太往那边 送了三次东西 你一次都没有送过 也没让人去问过 长寿说的 别家的娘子 隔三差五的 就往那边送东西 许寒问暖的 新奶奶竟然好像是 忘了有二爷 这么个人似的 就连病了 特意托人带信来说 也没反应 说到这个 长寿还有些愤愤不平 幸亏只是小病呢 若是大病 那岂不是害死人了 他是谁来说的 家里就没人知道 我又如何得失 除去此事 林锦荣还想不明白 他那封信 怎么就得罪路肩了 他说的并不多 把开茶室的事情 说清楚 就没再提其他事 末尾处也记得 叮嘱他吃饱穿好 不要担心家里的事情 以读书为主的 既然想不透 他就不想了 天天猜着他的心意 过日子 这日子没法过了 荔枝眼里浮起 一丝脑意来 听长寿的意思 是专门人来和您说的 家里的长辈未必知晓 必是有人搞鬼 奶奶您的和二爷 说清楚才行 我知道 你先下去 林锦荣见陆坚 已经穿戴完毕出来了 便让荔枝退下 暂且按下此事 先与陆坚一道 去给陆老太太 和李宇珍请安不提 带到回来 房里已经摆好了韭菜 林锦荣便给陆坚 倒了一杯酒 又给他夹了一块织鸡 举杯倒 我这些日子以来 一直都不得闲 家午刚上手 又要打理庄联 难免有错落不周到的地方 若是哪里不小心 得罪了夫君 先给你赔礼 陆坚看了他一眼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然后默不作声地 看着林锦荣喝完 杯子里的酒 给他倒了一杯 看着他倒 我若是有得罪 娘子的地方 给你赔礼 又是一饮而尽 林锦荣笑笑 一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陆坚给他夹了一块鱼 林锦荣吃掉 又给他夹了一块枝鸡 发现他先前给他夹的那一块 他还没吃 变道 怎么不吃 我瞧着你竟然是幼瘦了 多吃点 陆坚瓢瓢他 将两块枝鸡都吃了 吃完以后不喝酒了 把碗递过去 帮我盛碗汤 林锦荣从善如流 舀了汤地过去 提起酒壶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听说你前不久病了 陆坚头也不抬 已经好了 林锦荣道 若不是听长寿说起 我还不知你病了 你怎的也不使人回来说一声 我只当你是好的 陆坚停住筷子 抬眼看着林锦荣 林锦荣不避不让 神情坦然地和他对视 若是知道你病了 怎么也会去照顾你的 陆坚默了片刻 道 不过是小病而已 既然他是请托人 回来说过的 他自己心里就有数 该去找谁 问谁 怎么办 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情 林锦荣就不再破他 专心专意地吃饭 陆坚也不说话 一直不停地 往他碗里夹菜 少请饭壁 陆坚起身道 我出去一趟 你先睡吧 不必等我 林锦荣送了他出门 回头叫了荔枝去说话 荔枝恨恨地道 奶奶 怪不得一直都没动静呢 原来是在后头 阴你来呢 你应该把这事告诉太太 把那背后 使绊脚的阴险小人 给挖出来 林锦荣扶了扶额头 道 正是要和你说这事 真是让人出去没意思 等二爷自己去处理即可 他毫不怀疑 陆坚是否真的托人来说过 也不会怀疑 长寿是否会扬奉阴违 看似是图示一个人在中间跳 实则二房跑不掉 但也正因为中间掺杂了图示 所以不能闹给林锦荣知道 二房跟着也就安全了 何况这样闹起来 也不过是件小事 人家定会把这事 推到传信的人身上去 无头无尾的冤枉账 有什么意思 荔枝发了一会儿证 由不得地滴滴叹了口气 奶奶您太难了 若非长寿说了 您又问起 只怕二爷也不会提起来的 心里一直就有这么个疙瘩 还怎么过日子 林锦荣笑道 你要相信 以后一定会有好日子过的 荔枝也就跟着他笑起来 那是一定的 于是将陆坚那件 被剪开袖子的衣服抱起 笑道 既然已经做了 还是做完吧 想来下次二爷 不敢随便挑递了 林锦荣道 慢慢地做 既然已经剪了 也不急在这一时 你让人注意这些 看看二爷这几日 都做些什么 都找了谁 荔枝正色道 知道了 看来还是应该让樱桃 多加一把劲才是 第195集 误会 亥时 樱桃来找林锦荣回话 二爷出去后 先找了长寿 接着去了三房那边 在三太太房里 待了约有大半个时辰 又去了前头 去寻范大管事 这会儿正和范大管事 喝酒呢 半桶的还有几个 外院行走的管事 林锦荣略微一沉隐 道 拿了钱 让厨房备一桌好菜 再提两坛子好酒送去 樱桃小声道 奶奶 这不是告诉厨房那边了吗 饭包请陆坚吃饭喝酒 那自然会有其他法子 不见得就会通过大厨房 现在林锦荣让厨房做菜 等于是告诉二房 陆坚在和外院的管事们 一起吃和拉关系呢 那不是拿针戳二房的眼吗 就算是现在这般退让 二房也是不消停 若是上了明面 岂不是更恨了 林锦荣不由笑着 拍了拍他的头 好孩子 也会想事了 可你想想 你能打听到的事情 别人会不知道 既然二爷在和管事们吃饭 我们这边当然也要表示 可不能装作不知道 咱们就是知道的 也不想掩藏 光明正大的呢 掩掩藏藏的 反倒像是做贼似的 陆坚既然有行动 他当然要高调配合 心里怎么想是一回事 该怎么做又是一回事 樱桃有些不好意思 奶奶 是奴婢翻蠢了 奴婢这就去 于是和兜儿一道 从荔枝那里拿了钱 自往厨房去了 林锦荣便不在等路间 自行收拾妥当 上了床 迷迷糊糊间 听得珠帘声响 有人轻轻走了进来 停在帐前不动 以为是樱桃来回话 便闭着眼睛道 是樱桃吗 韭菜都送过去了 那人过了一会儿 才回到 送过去了 却是陆坚的声音 紧接着一股淡淡的酒味 夹杂着热气迎面而来 林锦荣立时清醒过来 才睁开眼 就对上陆坚的脸 陆坚撑着两臂 抚在他上方看着他 目若点漆 脸颊微红 唇角微翘 眼若桃花 林锦荣忙往旁边让了让 你怎么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得下半夜呢 陆坚收回手臂 蹬了鞋子 挨着他半躺下来 适可而止 他们不能和我比 明早还要当值的 喝多了务事不好 林锦荣侧着头试探道 有几个人陪你吃饺 是趁着二叔父不在家吧 人也不多 就三四个 陆坚皱着眉头道 这家里还是祖父说了算 只要祖父活着 就没人懂得了饭包 至于将来 说到这里 他又不说了 正常情况下 林锦荣也没指望 他会滔滔不绝地 说个不休 便准备起身 我给你杯水 陆坚轻轻按住 他的肩头 不必了 我自己来 于是起身往外 让人送了热水进来 自往屏风后头 去灌洗不提 林锦荣睁眼看着仗顶 听到屏风后头的水声 游来一阵烦闷 路间出来 见林锦荣已经合上了眼 便把灯灭了 轻轻在他身边躺下 良久 他试探着将手伸进他的被子里 去寻他的手 林锦荣这次不打算配合他 才刚挨着 就甩开了 路间也不吱声 停了片刻 便又去找他的手 握住了就不放开 紧紧拽着往他被子里拉 林锦荣没好气地道 你现在高兴了 可我不高兴 路间索性掀开他的被子 往里钻 林锦荣看不清他的神色 只将被子拉下 裹紧了道 别以为我给你惊了酒 又喝了你的酒 就算完了 路间停下动作 沉默许久 方道 你只给我写过一封信 林锦荣淡淡地道 你还只回过我的信呢 再说 就算是写了 也只怕随时就掉了吧 一句话刺的路间 立时安静下来 林锦荣等了便可 不见他有动静 便不去管他 闭上眼睡觉 已经快要睡着了 忽然听着他又闷闷地道 你不是已经把衣服捡了吗 林锦荣懒得理睬他 舒舒服服地睡过去 他自己的亲娘 干的好事 蠢事 要为难 要纠结 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反正他全无负担 路间等了片刻 不见他回答 探神去瞧 人早就睡着了 只好又轻轻地躺回去 睁着眼睛辗转到半夜时分 方才沉沉睡去 天色微明 窗外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 林锦荣准时醒过来 刚动了动 路间就跟着睁开了眼 二人目光相对 路间下意识地 就对他站开一个笑脸 低声道 醒了 醒了 林锦荣也回了他一个笑 眼角瞟到他的身形动了动 似有迹象朝他靠过来 便大声道 荔枝 热水送来没有 尽职尽责的荔枝 立即就在外间道 奶奶送来了 您这就起身了吗 起了 林锦荣跟着坐起来 轻快地穿一下床 二爷是要再睡一会儿 还是要起身 啊对了 忘了和你睡件事 母亲把方煮给我了 他特别勤快能干 每天很早就来 路间泱泱地坐起来 漫不经心地 顺着他的话头道 昨日我怎么见他 林锦荣将灯点亮 回头一笑 我让他去看着我的茶寺呢 我那个茶寺 这几日正是最忙的时候 三哥忙不过来 我便让他偶尔去看看 另外给他加工钱 母亲说得没错 果然是真能干 又细心 里里外外都能扛下来 林玉珍给的不负 不在那院守着他 刀给他支屎的团团转 还真得重用 路间看着林锦荣 欢快地眉眼 拿不准他是真的觉得方煮好 还是口是心非 方煮是挺能干的 什么时候我去看看你那茶寺 林锦荣道 我正有此意 开张之前少不得要你出面 请你的童装好友过去玩耍 挑掉毛病 如果大家都说好 那便好了 如果不好 就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说完了才又问 不知你可有空 路间毫不犹豫地点头 好 你到时候提前说 我写了帖子去请人 我下午就先去替你看看吧 对 你当年在江南住了那么久 想来也没少去这种茶寺 记得看仔细一点 细致一点 别让我的钱打了水漂 现成的劳动力 林锦荣自然不会拒绝 于是欢欢喜喜地 拧了帕子递给他 帮他梳了头 仿佛全然忘了昨夜的事情 路间默然打量了他一回 低声道 知道了 带到路间去了听雪阁读书 立志方小声问林锦荣 奶奶 二爷没和你说昨晚的事 比如说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 查出来没有 以后会怎样等等 林锦荣笑 他亲娘做的好事 他有脸说 就算是不说 他也大概能猜找 应是长寿托了人来传信 口信是送到了 但是被二房结了 然后有意识地告诉图事 甚至都不用怎么说 图事就自动上前干好事去了 路间怎会和他承认 图事如此的聪明 路间后来的举止 已经说明了一切 林锦荣在去送市院子的半途中 遇到了图事和惠嬷嬷嬷 图事脸色寡白 两只眼睛又红又肿 精神萎靡不振 看见他过来 就站住了不动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桂园左右一打量 四周无人 便有些胆怯 由不得小声道 奶奶 孙太太这是怎么了 林锦荣不吱声 只看了樱桃一眼 樱桃会议 点了点头 自往一旁去了 林锦荣这才笑着 迎了上去 给图事见礼 三十娘 您起这么早 图事并不说话 只直勾勾地看着他 林锦荣隔进了才看清楚 图事不但眼泡是肿的 眼睛里也满是血丝 嘴唇发干 看着一副可怜像 三十娘 您这是怎么了 可是身子不舒服 林锦荣便往后头退了一步 笑看着惠嬷嬷道 嬷嬷 三十娘若是不舒服 还是不要站在这里 吹冷风了 回去请大夫吧 病得要治 拖着可不好 惠嬷嬷有些紧张地 紧紧拽着图事的袖子 陪笑道 是 二奶奶 三太太有些不舒服 昨夜一夜没睡好呢 我还有事就先去了 林锦荣便点点头 越过图事往里走 二奶奶 图事在他即将错身而过的时候 压低声音喊了一声 林锦荣 林锦荣走了好几步 才停下来 与图事保持一定的距离 笑吟吟的道 沈娘有什么吩咐 图事的眼泪清洗而出 我们中间是否有什么误会 林锦荣有些想发笑 做了疑惑的样子道 没有啊 三十娘何故说这个话 图事捂着脸哭得伤心 你可是和二郎说了什么 二郎一回家就冲着我发火 叫我以后再也不要给他送东西 不要再管他 我这心里真是难受 对他好也是错 下次我要送东西的时候 一定会先和你说过的 可劲地折腾吧 林锦荣冷下脸来 三十娘 你有什么可以让我和二爷说的 我也很冤枉呢 二爷也是一回家就冲着我发火 我都还想去找人问问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是否也是三十娘和二爷 说了我什么呀 图事还未开口 惠嬷嬷就忙道 奶奶误会了 三太太怎会和二爷说您什么 林锦荣冷冷一笑 是呢 沈娘没必要和二爷说我什么 我也没必要和二爷说您什么 归根究底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闹来闹去 不过是让人看笑话而已 我是无所谓 为难的是二爷 也不管图事怎么说 自领了桂园 快不离去 第196集 欺负 图事眼看着林锦荣 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忍不住靠在慧嬷嬷的肩头 失声痛哭 二郎这个没良心的 娶得更是个铁石心肠 凶神恶煞的 你看看他那样子 哪里有半点对长辈的尊敬 对林玉珍都不见得有多顺从 更何况你呢 慧嬷嬷轻轻叹了口气 安慰道 太太 别哭了 这不是给人看笑话吗 回去吧 图事不语 就是站在那里哭 一副被林锦荣欺负得够惨的模样 不远处的小道旁 探出几个脑袋来 看了一会 又迅速地缩了回去 各自四散开去 林锦荣又往前行了一段路 樱桃气喘吁吁地赶过来 贴着他的耳朵道 奶奶 今儿一大早 翻大管事 就把大门上的顺子给打发走了 听说还挨了十板子 扣了两个月的工钱 翻包手脚这么快 想来也是得了老太爷的失效 图事既然这么早就赶上来闹腾 那这事儿 只怕也不能似之前他所打算的那样 稀释宁人 若是再等再忍 接下来就会很被动 林锦荣回头看着正名思苦想 想问又不敢问的方竹 微微一笑 你昨儿不在家 不知道有件事 今早起来当着二爷的面 我也不好和你说 趁着这会儿我和你说说 刚才你也看到了三太太的样子 是吧 方竹小心意意地道 是 又解释 奶奶 适才奴婢 怕你们有什么话要说 所以特意走远了些 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 想要在林锦荣身边待得长久 自然不能像只马黄一样 紧紧吸着惹人厌烦 该有眼色的时候 必须有眼色 该使力的时候 也要使力 林锦荣和颜悦色地道 我知道 你自到我这边来 一向办的好差事 我很喜欢 对你也都有义重 昨儿二爷和我说起你来 也说你很好 所以这事我不瞒你 还要你帮忙 于是把陆坚生病 托人送了信回来 他却没收到信的事情说了 只把图示刻意隐瞒一截演过 直到 有人在中间捣鬼 三太太也受了挑唆蒙蔽 认为我和她过不去 想来接下来 就会有人去挑唆太太 这种时候闹起来 伤的是太太和二爷之间的感情 减便宜的是旁人 倒霉的是下头的人 方主认真想了片刻 道 奶奶 您说的事 绝对不能闹 林锦荣点点头 所以你赶紧替我去和大姑娘说一声 让她防着些 要是有小人去作祟 让她一定把太太劝好 别上了当 你能做得好吗 做好了 我和二爷都记你的情 方主认认真真的道 能 于是回头飞速往陆云的院子赶去 林锦荣站在原地想了想 板着脸快步进了宋氏的院子 小妹妹正站在延下 盯住丫头们做事 健壮忙喊了笑迎上来 二奶奶早 林锦荣的 林锦荣的 林锦荣的看了她一眼 翘了翘唇角 仰着头往里去了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二奶奶这种表情 萧某某正了一正 忙快步跟了进去 宋氏正和吕氏低声说笑 见林锦荣板着脸走进来 萧某某站在后面 拼命和她识眼色 历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面上半点异色不露 只含笑朝林锦荣招手 好孩子 快过来坐 难为你这么勤劳 二郎难得回家 你就偶尔偷一天懒 沈娘也不会说你的 沈娘也是过来人 只会心疼你 体贴你 吕氏就捂着嘴巴笑 二弟妹 大清早的 怎么板着个脸 难道二叔带你不好 林锦荣在自己 往常坐惯了的位置坐下来 接了桂园地上的茶 皮笑肉不笑地道 可不是吗 昨儿进门就给我脸色看 我一气之下 把给他做的衣裳给剪了 别人只会把这种事 藏着掖着 只恐被人知道了说闲话 却不期他会如此直接 宋氏和吕氏对视了一眼 心想也好 省得他们还要自己动手 把这事给捅出来 于是吕氏满脸的诧异 怎会这样 阿容你别是哄我们的吧 小别圣心昏 正是秘里调油的时候 二郎带你好 中意你 大家都知道 他许久不回家 难得回来一趟 怎舍得给你脸色看 宋氏也十分关心地道 好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 好生生地捡什么衣服 有什么不能好好说 这多伤感情 二郎也真是的 难得回一趟家 不心疼你也就罢了 还招惹你 吕氏道 不管怎样 阿容你都不该捡衣裳 林锦荣道 你们是不知道 说起来真是气死人了 他说他病了 使人回来说 我就不理睬 全没把他放在心上眼里 可我真冤枉 压根就不知道这事 但想来 二爷不会 没的都说有 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错 宋氏含笑道 小小气 大清早的生什么气 你等我替你查一查 看看是谁干的好事 正好的 这家里也该正正疯了 严惩一回 看谁以后 还敢办差不用心 所以叫萧嬷嬷上来 你去查查 这事到底是谁做的 不查个水落石出 替二奶奶出这口气 我唯你是问 这一查 不就是正正下怀吗 查来查去 只会查到图室头上去 且看他怎么收查 大房和三房 又要闹得不可开交了 很久没看到 李宇珍把图室 给骂哭了呢 还有好几个人 最近跳得欢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给收拾了 萧嬷嬷带了几分得意道 是 二奶奶您放心 老奴一准 把这人给找出来 林锦荣一挥手 算了 他若不是故意的 那没必要查 若是故意的 老天爷自会替我收拾他 他会遭报应的 吕氏的眼皮跳了跳 劝道 二弟妹 这种人怎能轻易放过呢 今儿他害得你和二叔失和 米儿不知又要误了什么大事 必须得查个水落石出才行 你等着 他们欺负你心腹脸皮薄 二叔平日又和善不说话 带我们来替你出这口气 嬷嬷 你快去早点办好 早点来说 林锦荣带了些微焦虑 匆忙阻挡 沈娘 大嫂 谢你们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但你们若真这样做 可不是真疼我 是害我 又来这套 宋氏收了笑 看向他 怎么说 林锦荣这会儿才笑了 和和气气的道 沈娘 我是把你们当最亲近 最信任的人 才和你们说这个事 不然我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所以 你们虽是想替我出气 可也是让人看我笑话 闹到最后 下面人还会说我刻薄 这么点事都不依不饶 大张旗鼓地闹得上下不安 没有度量 如此这般 下一次我再有什么事 又怎敢和你们说 你们不会为难我吧 然后 看定了萧嬷嬷 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道 嬷嬷 你可别依着二太太和大奶奶的 真去找谁的麻烦 若是闹出事来害了我 让人说我闲话 我可不依 宋氏把脸沉了下来 低头转动茶杯 不说话 萧嬷嬷才等不得 飞快地走了出去 吕氏看了宋氏的反应 立即冷笑了一声道 二弟没说这个话 我就不懂了 听着心里也不舒服 即使我们没把家管好 让下头的人办错了差事 害得你吃了亏受了气 那么我们就去查 替你出气 整顿家风 你却又拦着不肯 非得说我们是想害你 这可真是让人难违 你到底想要我们怎样 你可真是难相处 林锦荣立即喊冤 大嫂 你误会了 我只是抱怨了几句 都不敢找谁的麻烦 只想忍着就算了 怎么倒让你生气了 二婶娘 你快帮我劝劝大嫂 让她消消气 告诉她 我没为难她的意思 早知道 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都是我的错 宋氏图的冷冷地道 你有什么不敢的 一而再再而三地 说我们要害你 就算是你捏的菩萨 也会有几分性子 我就没遇到过 你这样不识好歹的人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还非得把这事 给查出来不可 到底是谁 这么想害咱们二奶奶 这么想害我 林锦荣看了这气横横 解释声势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婆媳两眼 缓缓地抽出一块帕子 捂住了眼睛 抽气道 怎么办 我本来是想和二婶娘 和大嫂诉诉苦 说下头人没办好差 害苦了我 不知怎的 听大嫂一说 就变成是怪你们 没管好家了 按这话说来 岂不是还可以再怪到 祖父和祖母头上去 我全身适口都说不清 我一个刚进门的人 可怎么办才好 见她哭了 樱桃和桂园都上前去劝她 奶奶 您莫怕 二太太和大奶奶 是和您开玩笑的呢 又怎会和您计较 真要是开玩笑就好了 林锦荣哭得越发伤心 字字清明 可他们就是生气了呀 我怎么不害怕 二婶娘日后 一定不会再教我 打理家事了 大嫂也不会教我 为人厨师了 我不好意思再进 这间房子了 二婶娘 大嫂 你们一定要查就去查 我不硬拦着你们了 有什么 我都担了吧 总之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外奸传来一阵脚步声响 却是来秉侍领对牌的管事婆子们来了 只行到门前 听得哭声就停下来 里里外外静悄悄的一片 只听林锦荣滴滴的抽气声和诉说声 若他真是哭 那也不怕他出丑 在下人面前丢了脸面 可这分明就不是真哭 是破人 每句话都让人想不完 这是出漏争容了吗 宋氏便换了一张笑脸 傻孩子 你哭什么 这要让人听去 还说我和你大嫂欺负你 第197集 无功 林锦荣虽然抽抽搭搭的 却每一个字都吐得很清楚 二婶娘 我这不是没法子 委屈了吗 我就是想稀释宁人 不想把事情闹大 可你们突然就那么凶 这样生气 我怎么解释都说不清 吕氏烦躁不已 几番想开口说话 都觉着不好 硬生生忍了下来 宋氏抓起一把扇子 慢悠悠地摇着 你别哭了 虽然你的确是不会说话 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但我是为了你好 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我管家这么多年 可不是什么事 都说好话放一码 就能解决的 没有规矩 不能成方圆 该处罚的就要处罚 要是都是你这般 凡事都打马虎眼 那还怎么管家 根本管不好 既然老太爷也说了 让我教你怎么管家 今儿你就跟着我学了 这事绝对不能纵容 非得查出个水落石出不可 宋氏的语气不重 态度却很明确 充分体现出一个管家人的强硬和霸气 还特别占理 也是应着林锦荣先前那些话 说给外头诸人听的 他的权威不容挑战 他非得必须这样做不可 绝对不会让步 哭也好 闹也好 在他这里都只能踢到铁板 林锦荣再闹就是不懂事 虎脚蛮缠 林锦荣就擦了擦泪 那好 二婶娘把话说到这份上 我再劝就是不懂事 那就由这二婶娘和大嫂吧 律师低头吹了一口茶汤 淡淡地道 二弟妹你放心 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然后回头看向宋氏 婆婆耽搁这许久 许多事还没发派下去 再耽搁午饭都要没得吃了 是不是这就叫他们进来 宋氏在榻上挪了挪身子 带了几分自得的 你夸张什么 没午饭吃 你就光会吓唬你二弟妹 每个人都是按着职责理事呢 职责分明 我就是十天不管 那也不可能乱了套 倒是夏至节的事情 该好生安排一下 一边说 脸上就浮起笑意来 让他们都进来吧 吕氏瞟了林锦荣一眼 心想他怎么也该尴尬 找个借口什么的躲躲吧 谁知林锦荣早就已经做好了 神清气爽的 脸上的表情都十分到位 一如既往的安静端庄 好似刚才哭的那个人 根本不是他 又不得暗骂了一声厚脸皮 转念一想 就又觉着林锦荣笨了 既然害怕闹起来 那就该赶紧趁着这机会 出去筹备准备接招 省得到时手忙脚乱 可他还硬撑着 在这里坐着不动 可见脸皮是厚了 到底人还是嫩了 吕氏几乎可以看到 后头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何等的热闹 于是除了对林锦荣的 比仪排斥以外 还带了几分悠然自得 看傻子的幸灾乐祸和优越感 便也忍不住微微笑了起来 到时宋氏 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表情 不焦不燥 稳稳当当的 管事婆子们鱼贯而入 个个都秉声尽气 低着头竖着手 不敢多看着 上头的三个奶奶太太 只生怕一不小心 就着了霉味 能站在这里的都不是傻子 再不知道情况 在外面也听了这么久 谁都能看出 是发生了点什么事情 猜者接下来 就该出点事了 有人忧心 只怕被绞进去 左右为难 也有人兴奋 就等着看 过了这事之后 到底谁胜谁负 好早做打算 还有人笃定万分 只和宋氏婆媳一条心 宋氏离家多年 不止起家务活来 头头是道 须于就处理了 好几桩事情 但今日却不同往时 往日里 众人领了差事和对牌后 就可以依次出去 但今日 先领了对牌和差事的 却被告知不能走 要留下来 一起商量夏至的 时节事宜 林锦荣清楚得很 宋氏特意把这些人 留在这里 就是为了见证 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他猜得没错 他们是早就有准备的 萧某某这一查 绝对不会超过一个时辰 就能把该抓住的都抓住 该牵扯的都牵扯出来 这还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然只怕半个时辰之内 就能把事情全部搞定 但是萧某某此行 注定无功而返 果然不多时 萧某某就回来了 神情虽然看着还镇定 但其实步履匆匆 一进来就直奔上头 寻机凑上前去 和宋氏低声说话 林锦荣抬起茶杯 有些无聊地轻轻转动了一下茶杯 茶杯和茶托相撞 发出清脆的一声低响 在安静的房间里 显得十分地突出刺耳 宋氏抬起眼皮 凌厉地扫了他一眼 林锦荣接着 望着宋氏微微一笑 圆头和根子都被掐了 看你怎么闹 总不能人都不见了 你们还先知先觉 就知道信事传到哪里去了吧 这次是没想到 饭包会这样快 消息也递进来得迟了一点 可是成功做好一件事 又怎能只指望一个人 和幻想着一招订输赢 宋氏低声吩咐了 萧嬷嬷两句 白手是以萧嬷嬷退下 迎着林锦荣的目光 也缓缓地露出一个笑来 然后迅速收回目光 镇定自若地 继续安排其他事情 吕氏虽不知宋氏和萧嬷嬷嬷说了些什么 具体又发生了什么 但也能看出 似乎事情是朝着他们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 想到布置了这么久 却可能功亏一篑 就有些缠不住气 打算往外头去看看 再布置布置 便起身道 婆婆 我去看看浩郎 好像是听见哭了 宋氏淡淡地道 她有乳娘和丫头们看着 有什么好哭的 哭哭就哭哭 别一听见她哭 就赶紧凑上去 养成坏毛病 此时先把手里的事 安排妥当才是正经 婆婆说的是 吕氏见她胸有成竹的样子 便也放下心来 安安然然地坐了 好整以暇地 不时欣赏欣赏林锦荣的表情和动作 莲子被掀起 方竹轻手轻脚地走进来 站在林锦荣身边低声道 奶奶 二爷说今日中午 让您去太太那里吃午饭 林锦荣轻轻点头 知道了 这就是林玉珍那里 已经打点好了 陆坚也知道了 那么接下来 宋氏婆媳在这件事里 应当已经玩不出花样了 于是林锦荣也悠哉乐哉地 看着宋氏安排差时 不时还提点建议 三个人都很平静 有商有良地处理和安排完家时 萧嬷嬷还没回来 却已经没有理由 再把管氏婆子们留在这里了 林锦荣就站起身来告辞 二爷刚回来 婆婆让中午过去一起吃饭 我得先去了 二婶娘和大嫂也该吃饭了呢 别供儿妄思 坏了胃口 吕氏烟能听不出她的言外之意 当下皮笑肉不笑地道 二弟妹真是好心体贴人 你放心 我们的胃口好着呢 宋氏笑笑 既是到饭点了 那就大家都散了吧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 回头对着林锦荣关心地道 阿荣 小年轻夫妻莫要一起用事 好好和二郎过日子 别为小事情坏了情分 林锦荣对着宋氏盈盈益礼 多谢二婶娘挂心 我和二爷都是知理明事的人 只要小人少作读 一定过得和和美美 相尽如宾 言霸辞行而去 不时还和一同出来的管事婆子们 轻松自若地说几句笑话 律师恨道 太嚣张了 宋氏饮了一口茶当 淡淡地道 你急什么 气什么 你比他年长这么多岁 也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怎么还没他沉得住气 萧嬷嬷快步进来 小声道 太太 那边已经安排下去了 可是眼看着那位就要发作 大姑娘就拦在了门口 紧接着二爷爷过去了 就再没了声息 您看这事 宋氏的脸色颇有几分难看 沉吟良久放道 人虽被饭包打发走了 但也还得给个说法才行 给个说法 那该怎么给 宋氏掌管家务 出了这种事 他要给说法 便只有去和陆老太太 认错懒责 屡事不平 告诉他 人被打发走了就是了 他不是也说要稀释宁人吗 宋氏叹道 你还真以为他在我这里哭闹是发笨 他不就是破我来的吗 他早就算计好了的 是我小看了他 我认错不懒责怎么行 饭包本身就是下人 不经过任何人的允许 怎敢轻易打发走一个下人 下一次 只要图示还愤愤不平 李宇真还防着贼 那就有机会 却说林锦荣主仆 一行行道半途 方逐方低声道 奶奶 今日赶巧了 大姑娘一大早 就被老太太叫去了 荣景居送读经书 奴婢才去寻了回来 就有人把三太太早上堵您 二爷病了送信被劫 三太太悄悄送东西的事情 都告诉了太太 带了几分后怕 方萌萌拦不住 太太已经要出门了的 姑娘刚好在院子门口给拦住了 接着二爷也过来 好说歹说 太太总算是压了那口气 林锦荣便夸赞她 你做得很好 方竹笑笑 是奶奶想得周到 忍了忍低声道 奶奶 太太还是很生气 骂二爷去拦她劝她 都是为了护着三太太 您去了以后 小心着意些 第198集 徘徊 林锦荣笑看了方竹一眼 也不说话 就一直往前头走 本来方竹才壮着胆子 说了那话 就有些后悔了 再看到林锦荣丝毫不表态 心里就更是忐忑 她刚才这个话 算是站在林锦荣这边来说的 带了很明显的讨好意味 按她想着 林锦荣怎么也该有所表示 就算不勉励 那也该答应一声才是 却不曾想会是这样的态度 一时拿不准 林锦荣到底是怎么想的 由不得越发小心起来 走了不多远 林锦荣突然停住脚道 樱桃 你不必伺候我了 先回去吃饭 然后让你励志姐姐 安排你做事 樱桃的小脑袋里 正在飞速转动 计较今日发生的这些事呢 听到林锦荣这一说 突然就明白过来 林锦荣这是让她打听消息去了 于是脆声声地应了一声 镜子去了 桂园跃跃欲试 奶奶 要不奴婢往这些房那边去一趟 林锦荣看向桂园 她今日穿的正是自己当年赏给她的那匹水红色的衣料做的短巾 那衣料已经半旧 没什么光泽 她却经常拿了穿在身上 配的一条青裙子 头脸也是干干净净 没用脂粉 头上也只带了一朵绒花 朴素得紧 只有一双眼睛还几里咕噜转个不休 便笑道 可是我没有给你们做新衣裳 还穿着几年前做的旧衣服 也不怕人家笑话我 说舍不得给你们穿 大丫鬟就要有大丫鬟的样子 别和小丫头们一样 弄得没点精神器 主子的脸面也要下头人去撑嘛 桂园见她不答自己的话 反而挑剔自己的衣裳 也就明白这是不许自己离开 便垂了眼恭恭敬敬地道 奶奶叫心得是 奴婢回去就把衣服换了 方竹在一旁瞧着 阿里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不提 林玉珍过了最初那个愤怒的爆发点 转而就觉得累了 无处发泄 只想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坐着歇歇 可看到坐在一旁的路间 心里就游来一阵厌烦 几番想张口数落她 都被陆云及时打岔止住 实在忍不住 本着眼不见心不凡的原则 转过头去看着窗外 窗外的天空湛蓝 几朵洁白松软的白云浮在天际 不远处一株金柜长得枝繁叶茂 虽不是花期 却灵星开了几朵小花 悠香沁鼻 墙边一层徘徊花开得正好 几只粉蝶轻松自在地 在花间飞来飞去 此情此景 正是一个悠然美丽的午后 可是林玉珍看不到 她满脑子都是可恶阴险的二房 和不要脸胡搅蛮缠的图示 满眼都是护着图示 一心向外的路肩 因此她的心里满是伤心和愤怒 就连花香闻到鼻腔里 也是令人作呕和厌烦的 路肩顺着林玉珍的目光看出去 她看到了窗外的美景 却无心欣赏 她的目光落在院子门口 林锦荣正从那里走进来 她的丁香色白褶裙 就像一朵淡雅娇柔的云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轻松自然 长眉舒展 唇瓣就像徘徊花的花瓣 整个人并看不出愤怒 或者是委屈之类的其他神情 相比较林玉珍的暴躁和愤怒 路云的压抑和小心翼翼 还有图示的泪水连连和委屈 路肩更爱看这张脸 随着林锦荣越走越近 她微醋的眉头也跟着舒展开来 紧紧绷着的肩膀也轻轻放松下来 她希望她能抬头看向她这个方向 对着她笑一笑 她却始终看着前方 不曾往这里多看一眼 门外传来丫头沉香的问号声 二奶奶您来了 嗯 太太还好吗 林锦荣不单是样子轻松 就是声音听上去 也有一股沁人的良意 不含半点火气 就像是三福天里的冰盆 让人只看着 就觉得燥热淡了许多 路云赶紧迎上去 关切地道 嫂嫂回来了 怎么样 林锦荣一笑 应该到此为止了 直接走到林宇珍的面前 行礼问安之后 道 姑母 您都知道了吧 林宇珍烦闷地 指了指面前的凳子 坐吧 说说 林锦荣便将之前 在宋氏院子里的所有经过 一字不漏地说了一遍 笑道 我是当着下头的人 哭了一回 以后只怕都要被地里笑话 我没出息了 去她的忍辱负重 什么做了好事不留名 什么有了委屈不说出来 都是笑话 什么都不说 别人怎知你是好是歹 辛苦委屈 最好使了 不见得能做好事 但能做好事的情况下 最好使和不好使 绝对两回事 从前她是好是歹都忍着 委屈心酸也不说 一心就等着别人去发现 实际上的情况是 大家都很忙 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事情 没有人有耐心 去慢慢研究别人 林宇珍听林锦荣说完 朱一利立刻被转移 愤恨地道 你必须告诉老太爷和老太太 让他们知道 他们婆媳都是怎样欺负你的 当着这么多人 这样呵斥你欺负你 当我是死人吗 太恶毒了 我非得和老太太说不可 林锦荣不接她的话 也不阻拦她 只安静地听她发泄 陆云道 现在就只等着看 他们会怎么收场了 我猜着 大概还是会去找祖母 哭诉认错 行行坐太一回的 林玉珍想了片刻 突然看着陆坚道 好生生的 你为何要让饭包 把人给弄走 就该留下来 看他们怎么查 一查到底 多扯几个人出来才好 她还只知道图事 偷偷送东西的事 不知道图事收到了信 却刻意隐瞒 但她也不是傻子 几件事凑在一起 总是猜得到些影子的 说这话的目的 就是为难警告陆坚 你别以为你掩藏得好 我都知道 你小心这些 陆坚一贯地言简易改 不想让他们借题发挥 祖父也不会喜欢闹腾的 借题发挥四个词 用得极其巧妙 包含了各种意思 既可以用在图事和 林玉珍之间的矛盾上 也可以用在林锦荣 初来乍到的各种为难上 陆云看了她一眼 含笑道 好了好了 左右这事也解决好了 没造成大碍 现在咱们就只等着 看他们如何收场就好 其实也好 就当着给我们大家提个醒 日后哥哥在使人传递消息 千万要注意 莫再要让人钻了空子 说到此处 真情必漏 这幸亏的只是小病呢 若是其他的 真不敢想象 想到二房要坏了他一辈子的仪仗 林玉珍历史咬碎了牙齿 若真是那般 我和他们势不良力 怎么也要讨回这个公道 陆坚眼里就流露出几分柔软来 莫要担心 我不会有事的 林玉珍沉默片刻 突然又怪上了陆坚 语气尖刻的道 这么大的人了 让人传个信都传不好 还让人钻了空子 以后若是再出什么事 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我养你这么大 就是看你犯蠢的 陆坚便捶了眼 淡淡地把脸撇开 林玉珍在一旁看着 突然觉得这情形很可乐 拼命忍住了 飞快地把脸转到一旁去 只怕被人发现他想笑 陆云无奈地叹了口气 吃饭吧 分菜都凉了 林锦荣好不容易忍住了 准备起身 敬手添饭布菜 才刚站起身来 陆坚也站了起来 刚好挡在他前头 沉沉地看了他一眼 方才转身走开 林锦荣猜他是看到了 他刚才的表情 可看到了又如何 这顿午饭 他是吃得最香甜的一个 范碧 林玉珍本来是想带着林锦荣和陆坚 去荣景区找老太太素委去的 但听的人说 陆老太太喊身上不舒服 躺下了 谁都不见 只好气哼哼地骂了两声 遣散了众人 林锦荣与陆坚 一前一后地出了门 陆坚突然道 阿荣 你先走一步 林锦荣也不问他要去哪里 点点头自往前头去了 不多时 陆坚追了上来 将手递到他面前 也不说话 慢慢地打开手掌 手心里却是一朵 娇艳的徘徊花 林锦荣眨眨眼 并不去接 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道 我辛苦了一整天 又哭又笑又闹 这脸到现在都还酸着呢 这倒也罢了 还被人拦在路上哭了一回 都没处深渊 就只值得一朵花 陆坚笑了笑 我给你深渊 还有你想要什么 我能给的都给你 他这是不知道图示 在路上拦着他哭闹吧 等他说完了 看他还能不能说出 替他深渊这话来 能给的都给 你给得起吗 你永远也给不起 林锦荣轻轻从鼻孔里 吹了一口气出来 将那花接了 拿在手里 回头扫了方竹和桂园一眼 那二人就自动地 放慢了脚步 往后头压阵去了 他方低声道 我觉着 很有必要把早上的事情 说给你听听 该怎么办 你还得自己拿个主意 陆坚见他神色严肃 便也正了神色道 你说 林锦荣便将图示早上说的话 自己说的话 都说给他听 除去事实 不对图示做任何评价 语气亦不带任何好恶 就似他面对着 李宇珍 陆云 面对着宋氏婆媳一样 妨碍了他 他便搬开 不妨碍 就合理存在 他只是看着他们 不带任何感情 陆坚静默片刻 接了他手里 把玩的徘徊花 轻轻给他插在病边 低声道 下午 我陪你去看你的茶寺 这一刻 林锦荣看见他的眼里 满是难过 第199集 格局 4月的午后 已带了几分灼热 马车在烈日下 跑了一圈后 车厢里难免又热又闷 林锦荣摇着扇子 尽量往窗边靠 希望窗外刮起来的凉风 能尽量多地吹到他身上 解解热气 饶是如此 每当看到热闹的商铺 他还是忍不住 让马车放缓速度 仔细地观察一回 打听人家卖的是什么 陆坚在一盘看着 忍不住道 你这样看能看到什么 想看就下去看 林锦荣还记得 自己今日出来 是要做什么的 不 我今日主要是要去看茶寺的 看定了陆坚 试探道 倘若你方便 改日再出来看看 不过是个小小的要求 路见很爽快的一笑 这又有什么难的 你什么时候想逛 和我说就是 顿了顿 低声道 哪怕是我在朱先生那里 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 不会耽搁我 虽则一家子都在说 读书是大事 不能耽搁 不能影响 但他总觉着 同样的话 从林锦荣口里说出来 总带了几分 不明的意味 有他陪着 可比林士全陪着 方便得多 他要带他出门 更是容易得多 这也算是福利了吧 林锦荣便投桃报李 听说六弟最近表现不错 你可知道祖父决定 把他送到哪里去读书 他前些日子 去给陆老太爷请安 见找陆善一回 陆善比之从前胖了许多 精神了许多 听说饭量也不错 可见调李家舰体效果还不错 倒是陆伦 看着是粘半了不少 一直拼命朝他使眼色 哀声叹气地做挺诗状 陆善见他主动问起陆善 由不得更添了几分兴致 话也多了起来 祖父不赞成 把六弟送到朱先生那里去 已经使人去问了 太明府的一所书院 决定把他和三弟五弟 都送到那里去 再请姑祖母家的 大表伯父关照 大表伯父为人刚直 不苟言笑 完全可以镇住他三个 陆老太爷 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陆善若是与陆间一到 必然会给陆间添麻烦 图事会找到更多的理由 去纠缠陆间 大房和三房的矛盾 也会更激烈 所以不如把陆善送得远远的 省得这兄弟二人之间的纠葛 越来越深 但这样一来 图事闲下来后 便会有更多的精力去折腾 还有二房在这件事中 扮演的角色也很明显 林锦荣想不到 陆老太爷接下来 会怎么处置图事 怎么处置二房 正在想呢 就听陆间导 祖父问我 如果让三婶娘 跟着一起管家会怎样 以我对她的了解 我猜她接下来 就会让三婶娘和你们一起管家 我是赞成的 这样也好 林锦荣马上就意识到 这个消息对她来说 是个好消息 对她十分有利 一则 人太闲就容易生事 图事有事做 就没那么多的精力去闹腾 同时也等于把集中在她身上的部分矛盾 转移到了图事身上去 一个长期游离在权力之外的人 突然有了掌权的机会 会怎么做 二房和图事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平衡 必然会被打破 二则 二房的宋氏 三房的图事 都出来李家了 按理林玉珍这个长嫂 也该出来统领 可是在陆老太爷的计划中 显然没有李玉珍 他才是代表大方 采与角逐的人 可以想见 今后李玉珍和陆云 都会因为他手中的实权 而对他多有倚仗 显而易见 陆老太爷这是要着手打乱 二房一支独大 唯我独尊的这个格局了 当初不曾发生过这种事 也许是早些时候 因为他的容忍退让 装聋作哑 矛盾还不曾如此激烈明显 老太爷没有充分重视 大家都得过且过 等到后来越演越烈之时 老太爷已经没有其他 行之有效的办法 又或者是手里无人可用 林锦荣忍不住猜测 当年在陆老太爷的眼中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可否认 现下陆老太爷的确是看重他 可说来说去 都是为了陆坚和陆家的将来做准备 不经过一番厮杀 光靠着陆老太爷这尊佛 是镇不住一世的 与其等到将来他看不见了 任由儿子儿孙乱杀一气 不如趁他还看得见 先把输赢先后定下来 弱者臣服于强者 强者带领弱者继续向前 老太爷想得到好 可到底人算不如天算 他再厉害 也挡不住时运衰微 林锦荣感叹的同时 犹不得的有几分羡慕路见 祖父带你太好了 这意思就是全都明白了 不用他再进一步 给他解释剖析 陆坚由不得赞赏地看着他 祖父说你很聪明 不过是不在局中而已 林锦荣按理自嘲了一番 道 你觉着假如真的如此 二婶娘会分什么 给三婶娘管 难得见他有兴致 陆坚很乐意 和他一直往下说 我觉着很有可能是 你当初拒绝了的那两件差事 采买或者管理库房 很有这种可能 林锦荣赞同他的话 以着二房婆媳的性情 必然会很大方地 再次把这两个位置拿出来 给图事馆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看到笑话 才能制造更多的矛盾冲突 陆坚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我虽赞同三婶娘出来帮着管事 但不赞同他管这两件事 这两个位置都是实权厚利 三房那么穷 平日又被排挤在外 可以想象图事站在这两个位置上后 会是什么模样 他不想看到那种丢人的情形出现 陆坚向来是极耗面子的 林锦荣顺着他的意道 那你可以和祖父建议一下 由祖父来安排 反正三房人一同管事 其中又有两位长辈 就不能再和我那次一样 由着二婶娘来安排了 但要做什么 要先想好 他已经预想到 很有可能是图事来接管 他的针线房 他要被推出去了 但这一次又不比从前 他和二房 已经无可选择地 公开站在了对立面上 不是私人恩怨 而是立场不同 不能退让 陆坚显然也想到了 静默片刻 突然低声道 阿荣 三婶娘那样 你为何从来不说她一句坏话 林锦荣没想到 他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想了想 坦然道 我自己也有父母 哪怕我再讨厌父亲 但当我的唐兄笑话他 无相看不起他的时候 我还是忍不住会特别难过 所以算了吧 如同当年 他替林一芝和陶氏做过很多事 有些事做得很好 有些事做得不好 但始终 他不曾说过他娘家一句坏话 他还是第一次 这样明确地 把关于他父母的事情告诉他 陆坚忍不住握住了他的手 低声道 阿荣 很多事情我们选不了 但以后 来日方长 林锦荣淡淡一笑 转头看向窗外 到了 二人还未进门 就听得里头响成一片 方竹笑道 木工活这几日正是关键的时候 又潮又灰 二爷和奶奶不妨往后院去 后院清静 带奴婢去烧点热水来烹茶 来这里便是来做正事的 又怎会贪图舒服 路间便道 阿荣 你往后头去歇凉 我在这里看看 林锦荣道 我难得来一次 怎能往后头躲闲 不如我们一起看看 我也长长见识 你可要尽力呀 路间笑起来 信心满满地道 你放心吧 三爷听说二爷和二奶奶要来 本事要赶过来的 奈何铺子里有事脱不开身 便让小的在此恭候 林士全专找来管理茶寺的小管事 秦友 文讯匆匆忙忙赶出来 迎了林锦荣和陆坚往里 一一看过去 陆坚缓步游了一圈 道 这个亮格的花纹太过精细 与这院子的风格不协调 当以谷捕为主 林锦荣相信他的眼光 便立即命人改了 陆坚又道 房舍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关键在于陈设 山水画四十名画 名香 正说着 胡听有人在门口笑道 哼 真是难得 二人齐齐回头 只见吴湘 携同他的堂弟 吴亨一道 笑吟吟地站在门阶之上 陆坚忙上前去见李 笑道 你们怎会来这里 吴湘看了林锦荣一眼 笑答 我早就听林三哥说过 这里要开一个平州低雅的茶寺 却一直无缘得见 今日有空和老四出来闲逛散心 行至此处 不惜看到你家的马车 兴致所致便走了进来 谁想你竟然在此 一边说 一边就捶了陆坚的肩头一下 哼 不够意思 回家来也不去寻我 陆坚忙道 我昨日才回的家 本是想明日再去寻你的 吴湘促暇地一笑 罢了 如今你和我不同 大忙人一个 林锦荣趁空上前 与他兄弟二人见了礼 道 后头有个小园子 很是清静 不如往后面去坐 我让人烹茶送果子上来 吴湘便道 先不忙 我就是好奇 特意来瞧瞧的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林锦荣忙道 再说这茶寺的陈舍呢 我二哥可有什么好主意 吴湘当仁不让 带我看看 盐霸果然东张西望 四处查探去了 第二百集 谎言 吴湘在院子里逛了一圈 道 我虽只去过江南两次 但京中的茶寺 我没少去 寻常的茶铺也就罢了 做的是几文钱的生意 但若是想做 达官贵人的生意 这屋里的陈舍 譬如花瓶 香炉 茶桌 茶展 用具 书画 都是最精美古朴的 有一家云一斋 用具多半是前朝的古物 一壶茶少了一罐钱不要想 进去不花个三两罐钱 都不好意思出来 我觉得这茶寺若是想多赚钱 还应该在陈舍用具上 多下功夫才是 明星 你觉得如何 这平周城偏远之极 哪能和京中相提并论 又有多少灰烬如土的达官贵人 陆坚本来先前 也在和林锦荣说 陈舍须得要雅致古朴 却不赞投无香的这种说法 只不直接说出来打击他 前朝古物哪有那么好寻 一罐钱一壶茶 只怕也没几个人舍得来吃 我觉着雅致不单在这上头 的确是没几个人舍得来 但若是一来便抵得很多个 无香看向林锦荣 二荣是你的茶寺 关键还是要看你的意思 你觉得呢 话音还未落 就被他堂弟吴亨扯了扯一脚 暗示他这话说得不合适 人家两口子 什么你的我的 听着倒像是挑拨似的 本来就是林锦荣的嫁妆 难不成陆坚还会为了 这种事情生气 那也太让人看不起了 再说了 陆坚有林锦荣懂得做生意吗 当然是要问林锦荣的 无香不以为然 只看着林锦荣 静等他回答 林锦荣笑道 我二哥 米行说得对 我没这么多钱 还有香药布子和庄子里 要开支呢 在他看来 环境优雅 用具精致 茶水裹酒等物 尽量做到最好 火急得力才是最紧要的 所谓的古物 平日里看着 倒是珍贵值钱 但投进去就是死钱 稍微点缀几件即可 见他如此回答 无香颇有些失望 皱着眉头想了想到 不然我借你 此言一出 不单是林锦荣和陆坚 就连吴亨都吃了一惊 林锦荣觉着 他在自己 似乎和从前相比 有点不一样 从前也还好 却不如这般殷勤 却想不透原因 便小心翼翼地道 借钱 那不必了吧 无香鄙视他 钱算的什么 我是说 我可以借你 我收藏的古物 说到底 不就是一个名气吗 有这些东西镇着 酸如们也爱来一些 你父亲不是也有不少 你也可以和他借吗 反正他那些东西 放着也是生辉 他连林三姥爷 都不会开口 又怎会要他的 林锦荣正要拒绝 陆坚就已经和无香 做了意义 笑道 冒红 多谢你的好意了 我家里也有的 若是真的需要 又再和你说 见他已经谢绝了 林锦荣也就没再说 还以为成了亲以后 林锦荣能够放开些 谁知道陆坚 也是个拘泥于形式的 无香看看陆坚 又看看林锦荣 审然一笑 不再言语 陆坚被他这不明意味地笑 给笑得多了几分 说不出的懊恼 这不同于从前 无香和他叫板比较高低 那时他可以毫不示弱地 反推回去 此番却是虽觉着憋闷 却又无从说起 虽然谁也没说什么 但无亨觉着 气氛有些不太对劲 便堆满了笑道 陆二哥 我正好有件事 要请教主先生 还请你帮我问问 林锦荣忙起一声道 米行 你领着他们 到后院去坐着慢慢说 我去除夏看看 让人安排点 吃食茶水上来 陆坚正要叮嘱他两句 就听无香道 天气热 也都是吃了午饭才出来的 四妹妹你不必多用心 让人去五丈楼 送点素酒果子过来即可 林锦荣应了 道德厨房 命方竹安排人 去五丈楼买酒食 又特意吩咐 让多送两桌 好请外头做活的匠人吃喝 自家领了柜员 亲手清洗茶具 准备点茶待客 刚把茶具备齐 就见无香走过来 站在门口道 四妹妹 借一步说话 桂园诧异之急 立即看向林锦荣 林锦荣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桂园便乖巧地退到一旁 垂着头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林锦荣朝厨房外走 吴二哥 这厨房里地儿狭窄 烟熏火燎的 不妨在外面说吧 吴香又岂能不懂 他如此举动 究竟是何意 不由失笑 我又不是外人 这样的小心 林锦荣正色道 该闭的闲 还是要闭的 吴香便收了笑容 跟他出去 在路旁的树荫下 站定了 先朝他做了一一 道 四妹妹 我很后悔 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 林锦荣晓得 他是指去京城应试那件事 便道 过去了的事情 二哥莫要放在心上 只当作是一次磨练吧 他口是如此说 心里却有些奇怪的 当初吴香从京中回来 所有人都以为 他会收敛改正 他却照旧的我行我素 丝毫不放在心上 今日他怎的 倒还向他道起谢来了 真是稀奇 是啊 吴香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愁愁片刻 生怕会后悔似的 飞快道 四妹妹 对不住 我不小心看了 你给杨默写的信 果然不出他所料 他能莫名其妙地 跑到林世权的铺子里 去说那事 就该是偷看了那信 可那信他封得严严实实 又怎会是不小心 就能解释得清楚的 林锦荣相信 自己此刻的表情 绝对不好看 吴二哥为何如此不小心 吴香瞟了他一眼 有些难为情地 摸了摸头 嘴唇吸动许久 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林锦荣也不催他 就安静地等他回答 梁九无相方道 我真是不小心 不是有意的 秃得他又朝他一一到底 对不起 四妹妹 他这一一 做得真心实意 毫不作为 林锦荣难得 看到他如此行为 沉默了片刻 忠实道 算了 吴二哥不会不知 这非是君子所为 你倘若不说 也不会有人知晓 既然说了 便该是真心实意的后悔 想来日后 也不会再犯 可否和我说说原因 吴香垂着眼 想了许久 忠实道 一个谎言 需要许多谎言来善后 我不想再瞎编了 却不想说出来 还请你不要和我计较 但你记着 我不是有意的 也不是要害你 只是没想到 林锦荣不至可否 却是更想知道 他究竟做了什么 需要拆他的信来善后 吴香抬眼看着他 表情多了几分凝重 我本想一直瞒下去 但看了你的信后 还是决定不瞒了 你为何要让杨默 帮你弄户籍 林锦荣道 林三哥没和你说吗 为了他们兄妹二人 林三哥是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总不能在平州留一辈子 更不能一辈子 都屈居人下 但我族博只要活一日 他就等于 白白替人辛苦 别处弄个户籍 他们就可以安然制产了 再没人能打扰到他们 吴香眼里满是疑惑 林锦荣坦然自若地 迎着他一笑 不然我二哥以为是怎样 难道我还能替什么 逃犯恶人遮掩不成 你会认得什么逃犯 吴香的表情轻松下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杨默刚嫁过去 他一个富到人家 行事多有不便 不如我来替你设法吧 我有表舅在福州任职 由他来做最是妥当不过 你觉得如何 林锦荣想了片刻 道 行 但还要请吴二哥 帮忙保守秘密 不要和无关之人提起此事 大抵士见他反应 一直都很理智 吴香便又露出本性 便似笑非笑地道 包括陆坚吗 林锦荣不正面回答他 你也晓得我林三哥的处境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包括我母亲 我也是不打算让他知道的 若非是你不小心看到了 你也不会知道此事 到后头 只会有我和林三哥 刘尔 三人知道此事而已 吴香就笑起来 这样说来 我是无意之中得知你们的秘密了 你可别杀我灭口 林锦荣被他给逗笑了 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道 杀人灭口是不会的 但也许相见不相识 吴香叹了口气 唉 你放心 是我对不起你 我一定把这事给你办好 那我就全心全意 等二哥的消息了 林锦荣苦笑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不信他也不成 更何况他也知道他 他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 小毛病不少 但他不是坏人 指责他又有什么用 只会少了一个朋友而已 至于他不肯说的事情 目前看来 也不见得就对他有了多大的影响 至少他还好好的站在此处 算了吧 吴香认真打量了林锦荣一回 忽而一笑 四妹妹 你真是个好人 我本以为 你会冲我大发雷霆 甚至从此以后 视我为小人 老死不相往来 结果都没有 四妹妹 你虽是女子 亦比我年少 我却十分敬你 林锦荣有些难然 我只不过是个小女子而已 我二哥若是没有其他事情 我便进去了 才刚与吴香告辞 就见陆坚和吴亨二人 结伴一同往这边走过来 便索性站住了 等他二人过来